第六十一章是写 黑鼠妖 一阶妖兽 灵至低下 生活在地底 浑身漆黑 长得跟老鼠一样 个头却有牛般大小 黑鼠妖一从爆裂开的地洞中窜出 凶恶猙獰的嘴脸便张开血盆大嘴 露出两排漆黑锋利的獠牙 向着人群前方的一名中年武师扑咬而去 中年武师手持双手大斧 对着黑鼠妖一斧披下 毕竟只是一只一阶妖兽 又提前做好了防备 只听黑鼠妖发出一声犀利的惨叫 便被双手大幅披成了两半 黑色的血液乱剑 黑鼠妖被解决之后 中年武师蹲下了身 在黑鼠妖的尸体查看 随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对身旁的同伴说道 没有妖精 妖精是妖兽体内生成的一种精石 用途广泛 可以制药 可练气 还有一些比如火属性妖兽体内生成的妖精 修炼火属性无者可直接吸收妖精内的火系能量 一阶妖兽黑鼠妖 尸体根本没什么价值 妖精的化道可以卖上及格钱 大家继续前进 不要放松警惕 虽然这只是妖兽山脉的边缘地带 但也有可能会出现二阶 或者三阶的妖兽 大家一定要当心 人群中有位惊艳老道 常年混击妖兽的山脉的大寒嚷道 随后大队伍又开始了前行 继续往妖兽山脉深入 小子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杀光这里的蝼蚁们 本座的力量定能提升小一阶 持风刚没走几步 体内的圣火又开始怂恿道 闭嘴 持风一念头对圣火大喝 别再对我蛊惑 我早说过 我杀人做事有我的原则 你别把我当成那些血纹族的魔头 哼 圣火一声冷哼 说道 妇人之人 就你这样 还想追求武道极致 简直是痴心妄想 老子能否成就武道 不是你说了算 还有一件事 你告诉我圣剑到底是怎么回事 持风说 圣剑 圣剑怎么了 圣火说 不过持风听得出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与其明显有些心虚 我原以为 圣剑在气灵消失以后 已经沦为了一柄破剑 但前几天灭沙那几个天风宗的楼以后 我感应到了圣剑嗜血的渴望 只不过血液最终全被你抢走了 持风说 小子 本座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我现在本就一体 我强你强 我若你弱 能量与其让那破剑吞噬 还不如增强你我本身的力量 圣火说 这么说的话 只要吞噬足够多的血液 圣剑还能修复 持风问 小子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要想修复那柄破剑 鬼知道要饮多少血 圣剑自血池诞生 那是血文族世世代代持剑灭杀生灵 经历了上万年 饮了上万年不知道多少生灵的血液 才诞生气灵 最终才进阶神级 听了圣火的话 十风拿出嗜血放在手中 这柄剑 如果要想让它重回巅峰 目前来看是不大可能 不过倒也可以考虑慢慢修复 跟随着自己的境界慢慢提升 不然没有衬手的兵器 剑技威力将大打折扣 如今自己武道修为三星武灵 是血剑仅仅才在二阶 用起来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大队伍继续往妖兽山脉深入着 途中也出现了不少妖兽 有一阶 二阶 随后三阶妖兽也跟着出现 开始不少人受到创伤 但却没见到死亡 直到一头三阶妖兽 双翼黑眼虎从天而降 扑入人群中大嘴一张喷出黑色的火焰 导致死伤惨重 在众多舞者齐心协力下 双翼黑眼虎中被消灭 但是清点人数下 死亡人数达到了12人 伤者20多人 一时间悲伤的情绪 一下则在人群中弥漫开 虽然很多人进入妖兽山脉时 心里就早已有了准备 可当亲眼看到自己的朋友 亲人 被永远地留在了妖兽山脉 或者已是奄奄一席 心里还是难以接受 哥 李醒醒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此次妖兽山脉出来后 我们就拿着这次的佣金 在妖兽城买一套房子 然后每人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啊 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年贵岛 在地不断哭泣 他的身前摆着一具 已经浑身焦黑的尸体 兄弟 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等这次回妖兽城 我们就一起组织一只佣兵团啊 团名还是你跟我名字的第一个字 父亲 你伤得这么重 要么我现在就被你回家吧 此次任务我们不做了 性命要紧啊 身在人群最后方的月 无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可能被悲伤的情绪所感染 摇着头默默地叹洗了一声 悲伤的情绪虽然弥漫 但时封还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将那些死者与妖兽的死亡之力全部吸收干净 原本圣火还想吸收那些死者的灵魂 不过却被时封给阻止了 只吸收了妖兽的魂魄 而吸血这种事太过诡异妖邪 时封也没有去做 更何况那只双翼黑眼虎的尸体浑身是宝 已被最终击杀他的那名二星武林武者 放入了储物界 就在这时 月无双开口道 大家把伤者都搬过来 我替他们治疗 其余人继续保持戒备 封时 你过来帮我一下 持封刚炼化了死亡之力 却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 这月无双偏偏喊着自己过去帮忙 而且竟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心道 莫非这女子真的看上我了 二十多名伤者很快被搬到了后方 月无双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了一个葛瓶瓶罐罐 将三葛玉瓶递给时封 说道 你拿着这三瓶药液 往他们灼伤的部位涂抹 月无双将三葛玉瓶递给时封后 就不再理会时封 只顾得自己忙碌去了 一株株药材被月无双拿出 接着左手上轰的一声 一团绿色的火焰燃起起来 月无双将一株株药材丢入绿色火焰之中 四阶王极兽火 感受着月无双左手上的绿色火焰 时封低声尼难道 不过时封却从月无双这绿色火焰中 还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感觉 这团火 就像是一株药材的属性一般 与其称之为兽火 还不如说它是要火更为确切 这倒奇怪了 怎么会有这种火焰 估计是被秦如凡那变态搞出来的新品种吧 时封摇了摇头 随后望向躺在地面的伤者 叹了一口气后又暗自说道 要是让你们知道 现在给你们敷药的乃是我九优大帝 就算立马死了也值得了吧 第六十二章挑衅 在月无双药火的炼制下 一滴滴绿色的药液在火中成形 一阵阵扑鼻的清香顿时明慢开来 好香啊 不少正在戒备四周的舞者闻到清香 顿时感觉到浑身气爽 就连集中注意力 高度保持戒备而产生的灵魂疲劳都一扫而空 风时 月无双一声大喝 随即将时封的注意力拉了过来 时封刚看向月无双的时候 便看到二十来葛玉瓶向自己飞来 双手舞动之间 时封将一个葛玉瓶扫入怀中 接住 月无双又一声低喝 左手向上移动 那绿色火焰中飞上天空 来到时封的头顶上方 一滴滴绿色药液如雨珠般向着时封倾泻而下 时封双手向上一推 怀中的二十多葛玉瓶也跟着向上甩出 每一个瓶口都精准地无误地对准落下的药液 当每个药瓶装上一滴药液正往下落之时 是血剑出现在时封手中 往前一次 总共二十二葛玉瓶井然有序地相继落下 在血剑上一字排开 时封一套动作下来 仿如行云流水 很是优美自然 随后 它头顶上方的绿色火焰在虚空中泯灭 而此刻的月无双 已是满头大寒 气喘吁吁 看来它一次性炼制这么多的药液 也很是吃力 你们把这些瓶里的药液分给伤者服下 池锋招呼了三个人过来 将嗜血剑上的玉瓶递给他们 随后朝着月无双走去 刚才一番忙碌 山林中此刻又无风 一片闷热 池锋微微运转了一下体内九幽名利 整个人顿时凉爽了许多 跟着 它很是随意地拿出了一本书 边走边慢慢地煽动着 样子看上去有些惬意 你还好吧 走近月无双 时风问道 此刻的月无双微微喘着娇气 面色红润 由于脸上的汗肌 并边几缕发丝粘在脸上 反而让月无双原先的清冷消失不见 多了几分妩媚 我没事 月无双抬起头 突然对着时风展颜一笑 犹如水仙花突然展开 谢谢你小师弟 小师弟 时风当即有些错愕 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成了他的小师弟 呵呵 月无双继续笑道 你就别隐瞒了 昨天你施展的身法 正是出自施祖幽名的九幽身法 我曾经见师父施展过 就是不知道你施成哪位师伯 时风想起来了 昨天赫轩从背后偷袭自己 自己确实施展过身法 只是当时自己都没大注意 却没想到被这女子给留意上了 时风还不知道怎么回答 月无双却又说道 不过我看你的性子 八成是师承逍遥师伯 月无双说话之时 有意无意地去看时风右手 他这手上 此刻正捏着昨日那三部曲之一的走进月仙子的内心世界 一听到月无双说自己师承我逍遥 时风又猛地意识到自己此刻拿在手中之物 以及他那怪异的目光 连忙低头 看了眼手中那本书的封面 面色猛然移动 旋即将书收起 咳咳 咳咳咳 池风尴尬地直咳嗽 差点呛得一口气没上来 这个 这 真的是个误会 池风满脸无奈地对他解释道 月无双轻轻笑着 摇了摇头 随后将笑容渐渐收敛 转过身面向人群 对着人群说道 无双没有想到 我们才第一天进山 就发生了最不想见到的事 现在天色已晚 更不宜前行 我们今晚就在此地安营吧 等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好 人群齐声应道 到了夜间 如果继续前行 更难发掘潜伏的妖兽的偷袭 特别是隐藏在树丛 草丛的毒虫舌椅 而还有许多妖兽 夜间的势力反而强过百日 敌强我弱 防不胜防 低阶舞者夜间在妖兽山外行动式禁忌 大家心中都知道 随后 人群开始分工 安排港哨 安排人时木柴 生火 烧水做饭 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池风此刻正被安排 与一名中年八星武士 一起石干木柴 中年武士对池风挤了几双眉 说道 小子 你行啊 什么 石风不解 中年武士笑道 呵呵 你小子就别装傻充愣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月仙子对你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这虎人里 已经有不少年轻人视你如大敌了 咦 还真是巧了 我刚一说到他们 他们就过来了 中年武士跟石风面对面地弯身石干柴 说着突然对着石风身后扬了扬下巴 石风直起身 转过身望去 看到两名大概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正朝自己这边走来 比自己当心了 这两人是两兄弟 穿白衣的是大哥 叫李白云 五星五灵境界 穿蓝色衣服的是弟弟李白生 四星五灵境 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处 五年前他们来到妖兽城 因为天赋不错 妖兽城内曾不少佣兵团请过他们加入 不过都被他们拒绝 这两兄弟都是他们两人一起行动 这次之所以跟大火一同进山 估计是为了月仙子而来 石风身后的中年武士小声的为石风说解道 这两人石风也注意过 月无双招来的五名武灵境武者 其中就是这两兄弟 唉 心中无奈一叹 石风朝着这两人走去 曾经傲视天地的九优大帝 没有想到终有一日被卷入争锋吃醋 而打架多欧的地步 拿出你的武器 我们堂堂正正一战 谁输了谁离开这里 此生此事 永远不要在月仙子面前出现 弟弟李白生对着石风低喝道 手腕一翻 从橱物戒指中拿出一口金丝大环刀 握在双手中 石风双手捧着干木柴 对着李白生摇了摇头 怎么 你怕了 李白生脸上不浮现出不屑的冷笑 说道 既然怕了 那你现在就给我滚 从今往后永远不要 在我们两兄弟面前出现 不对 你误会了 石风继续摇了摇头 说 我赶时间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你 找死 石风一句话 立即激怒了两人 李白生身体跃起 双手高高举起金丝大环刀 刀身旋即亮起耀眼的金光 向着石风怒劈而下 紧接着一刀从脑袋往下 劈入石风的身躯 这 怎么回事 李白生满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这实在是太轻松了 这一刀他只是试探 对方应该能躲开才是 可是竟然就这样 紧紧一招就劈死了对方 难道他真的只是一星武师之力 可是在昨天 李白生是亲眼看到 石风一拳击飞了三星武临近的贺轩 小星 在左边 就在此时 身后一直未动的哥哥 李白云大贺出声提醒 第六十三章坚定信念 小星 在左边 就在此时 身后一直未动的哥哥 李白云大贺一声提醒 左边 李白生刚反应过来 突然左臂一阵吃痛 就仿佛被一柄锯锤 狠狠地砸及了一般 整个人抛飞而起 砰 一棵三人核爆的大树 拦住了李云生飞行的道路 李云生整个人狠狠地撞在树上 紧接着 身体慢慢滑向地面 石风怀中还抱着一堆干木柴 就像根本没有出过手一般 望向李云白 不满地摇了摇头 说 都说了叫你们两个一起上 我还要赶时间 这下又要耽搁会了 狂望 李白云木喝 从除物戒指中抽出一柄银色蛇形细剑 右手一斗刺向石风 银蛇剑仿佛活了一般 化为一条银色蛇影 蛇嘴一张 吐出上百道密密麻麻的蛇形剑影 李云白身前顿时间变得剑影纵横 如小型龙卷风一般 脚向石风 破绽到处都是 就这也能伤我 石风嘴角勾起 露出不屑的冷笑 不必反静 身形一闪 闪入李白云的龙卷剑影之中 整个人转眼便被剑影吞噬 当时风再次出现之时 已在李白云身后 龙形剑影消散 李白云手中的银蛇剑也恢复原形 而李白云的脸上 双目瞪大 充满得不可思议 这怎么会这样 话音刚落 李白云烹地一声扬倒在地 生死未知 喂 我们该走了 他们还等着我们用干柴火 石风回转过身 对刚才一起剪柴火的中年武师喊道 这 这少年也太强悍了吧 此刻那个中年武师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昨天石风一拳击飞赫轩 还以为他只比赫轩厉害一点 刚才仅仅几招 就将武林四星 五星镜的李家兄弟给解决了 这少年到底强到了何等地步啊 直到听到石风喊他时 中年武师才回过神来 此时看向石风的目光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来了 中年武师对石风点了点头 抱着干柴火向石风小跑而去 临近石风时 中年武师不自觉地变得拘束起来 时少 就这样不管他们没事吧 要是出现了妖兽把他们叼走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怪他们命不好了 石风说 在他们打算挑战我的那一刻 就应该做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打算 我们走吧 哦 好 中年武师点了点印到 现在他还哪敢违背石风的意愿 要是自己多管闲事惹怒了石风 杀自己一个小武师还不是随手捏手的事 石风回到营地 一座座帐篷已经搭起 帐篷四周 都安排了舞者 大家轮流指手 以防突然出现妖兽突袭 虽然在四周安排了舞者 不过还是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因为妖兽还有可能从天空 以及地底出现 妖兽山脉 随时都会有危机出现 夜幕降临 营地内生满了篝火 石风吃了一只二接妖兽火鸡腰的鸡腿后 打算回帐篷内休息之时 看到两道身影正向自己走来 正是李白云 李白生两兄弟 怎么 你们两个还没完没了了 石风坐在篝火边 抬头望着两人 说道 不是 李白云轻轻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们过来是向你表明 既然我们既不如人 在为打败你之前 我们将不再对月仙子有任何非分之想 没错 李白生也一脸认真的说道 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放弃 我们将会勤家修炼 五年之内 我们定会超越你 打败你 你们没机会了 石风如石说道 就凭你们 就算修炼个一百年 也不可能打得过我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 你 两兄弟齐声喝道 你真是太自大了 唉 石风叹了口气 说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听不听就有你们了 石风说完后也不再理会这两兄弟 他其实真是说得大实话而已 慢慢站起身 往帐篷内走去 帐篷外 还传来了李白生不甘的声音 你给我们等着 五年之内 我一定可以打败你 一定 帐篷内空间很小 只铺着一张草席 一条棉被 石风就盘腿坐在棉被上 从橱物戒指中导出一枚枚从阴阳双怪那收获的原石 运转九幽民宫 开始了修炼 修炼时间 一夜转瞬即过 石风睁开双眼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经过一个晚上的吸收 已久幽民宫的狂猛霸道 一晚之间 石风吸收了三千枚夏品原石 加上昨夜在妖寿城客栈 也吸收了将近三千枚夏品 此刻从阴阳双怪那获得的夏品原石还剩二万四千枚 中品原石还没开始动用 还是五百枚 但是这两夜六千枚原石下去 加上沿途吸收了那些舞者 妖兽的死亡之力 石风武道修为也仅是提升了十分之三 要想步入四星武林 光靠吸收原石修炼的话 最起码还需要七个夜晚 再吸收两万多枚原石下去才差不多 武道修为越到后面 进阶越是困难 而这还是石风修炼了九幽民宫 九幽民宫的霸道逆天 吸收起来如长筋吸水 要是换成其他人 武林境界进阶一星 那需要常年累月慢慢修炼 就算丹田内的原力经过多年努力继续够了 还要看武道领悟 有些人悟性不够 很有可能就此卡在关卡 一生都难以突破 而石风前生本就是巅峰五帝 最不缺的就是这些武道感悟 只要能量够了 就可以直接进阶 不过石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从丹田与圣火融合之后 现在进阶时所需要的能量 是前世时的两倍 而如今三星武林修为所发挥出的力量 也比前世强大了不少 这个发现 石风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今后如果重回巅峰实力 力量将会比前世更加强大 而走的路 又将会比前世漫长坎坷许多 重回武帝巅峰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本座一生追求武道极致 这个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多花点时间跟精力下去而已 本座重回巅峰 将获得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也许正是本座冲破桎梏的契机 石风的脸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第六十四章红颜祸水 经过一夜的休整 大被五右号浩荡荡地进发了 昨夜也算是相安无事 虽发现几只妖兽 但都被巡夜的舞者发现 击杀 天空也有出现飞行妖兽 不过幸好这次出现的只是二阶 在一名二星武林的带领下 只有一名三星武师受了点轻伤 最终也被成功击杀 也许是因为昨日出现了伤亡关系 或者是越往妖兽山脉里前进 人群中的每个人都变得做昨天更加的警惕 行走间 石风还感受到了几道冰冷的目光 这些目光的来源 都是来自一些青年 有几人还隐隐流露出了杀气 对自己动了杀心 石风自然明白 这些人之所以这样 全是因为月无双 都说红颜祸水啊 果然如此 这些明显想杀我的人 如果敢放肆 就永远地留在妖兽山脉好了 石风暗子说到 昨日他之所以没有杀李家兄弟 因为他感觉得到李家兄弟找来 只是想打败自己 而并没有真正动杀念 石风此刻还感应到 昨日在妖兽城清风楼分别的老朋友贺轩 现在也敢过来了 正案中躲在了后方 在感应下 贺轩一共带了15人过来 其中有两人的气息最为强烈 五道修为应该在九星五灵境 这些人 石风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当他们是送上门的养分而已 对于修炼九幽民宫 由以圣火作为丹田的石风来说 还是杀人饮血 才是提升修为的最快途径 如今有死亡之力 灵魂之力 鲜血的血液自动送上门来 石风又合了而不胃呢 逐渐地 舞者们越往妖兽山脉深入 遇到的妖兽也越频繁 妖兽等阶也是越高 到的如今 一阶妖兽根本已经看不到 三阶妖兽已是频繁出现 舞者的伤亡逐渐在增加 这才半天的时间 又死了五名五十舞者 还有伤员十三人 不过这些伤员除了三人被妖兽咬去了手臂 一人被咬掉了大腿外 其他手脚完好的 在越无双的治疗下 伤士导也得到了控制 并逐渐在恢复 那几个缺胳膊少腿的 也同样得到了治疗 止住了伤士 也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些常年混迹在妖兽山脉讨生活的舞者 常年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很明白妖兽山脉的凶险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或死或残 可当厄运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还是难以接受 手 我的手没了啊 我永远没有这只手了啊 我的腿 啊 我的腿啊 呜呜呜 这样 我以后还怎么生存啊 我家中的父母 老婆孩子 都需要我的啊 哀嚎声在人群中响起 不少纷纷摇头叹息 为他们感到同情 也有人面目冰朗 觉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该早有觉悟 还有人性灾了祸 庆幸断手断腿的不是自己 听着那哀嚎声 反而觉得有些兴奋 复杂的人性 在这几十人中默默地上演着 而此刻 山中的树木变得越是粗壮高大 头顶上的枝叶密密麻麻 完全抵挡了白日的光亮 虽还是白日 但周围气氛一下子变得阴森诡异了起来 如今这支队伍 月无双不算 活着的还剩76人 这76人 队形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排列 有五名武林舞者当队长 每人带领着14人组成了五个小队 以月无双为中心 而时锋却被月无双安排在了身旁 成为了月无双贴身侍卫般的存在 两人都是穿着白衣 更加的招人眼球 此刻时锋能明显感觉到 一道道投向自己的目光变得更加地冰朗 有几道杀气更甚 美女 你这好像是在害我啊 现在的我 更加拉仇恨了 时锋对身旁的月无双抱怨道 小师弟哪里的话 师姐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要不是你出了什么事 日后如果见到了逍遥师伯 叫我怎么跟他老人家交代 月无双说 他好像认定了时锋就是莫逍遥的徒弟 时锋也无力跟他解释 这种事 连他自己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更何况 以他如今的力量 让人知道九优大地上在人世 并不是一件好事 月无双见时锋没出生 继续开口说道 根据地图上来看 这片森林叫做鹰之森林 是三街妖兽鹰狼一族的领地 要想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必须穿过这片森林才行 如果被鹰狼发现我们 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 哎 这么多舞者同行 三街妖兽岛并不是太可怕 可怕的是狼习性群居 如果被一头鹰狼发现 没有最快时间杀死的话 就会换来成群的鹰狼 每个人都注意了 凡是发现一头鹰狼 立即通知大家一同击杀 不然召来了狼群 我们都得死 人群中 有人开始提醒到 如果出现了鹰狼群怎么办 有人问道 还能怎么办 不想死的 赶紧跑 有人说 不过这说话之人又笑了笑 说道 不过你放心好了 就在一个月前 魔狼拥兵团团长鹤龙 带领团内拥兵经过此地 碰巧看到有十几头四街妖兽兵雄出现在这片森林 与鹰狼一族发生大战 结果十几头兵雄最终被鹰狼一族耗死 而鹰狼一族也是死伤惨重 鹤龙回到妖兽城 那天我刚巧亲眼看到 他们魔狼拥兵团抬回了十几头兵雄尸体 鹰狼尸体更有上百头 雄狼大战 最终却便宜了他鹤龙 是的 没错 有人接着刚才那人的话说道 这鹰之森林如今已经没什么可怕了 就算有鹰狼 数量也不会多 只要我们谨慎点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的伤亡 不然的话 你以为这么多人愿意进这鹰之森林啊 月仙子的佣金虽然高昂 但也得有命花才行啊 你听见了吧 池峰对月无双说道 这里现在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你的担心只是多余的 但愿如此吧 月无双点了点头 月无双话音刚落 突然间 前方幽暗的林中 亮起了一道道绿光 第六十五章 鹰狼 月无双话音刚落 突然间 前方幽暗的林中 亮起了一道道绿光 紧接着 好像起了连锁反应 绿光越来越多 不断的向后方蔓延 鹰 鹰狼群 该死的 刚才谁说这片森林的鹰狼 差不多灭绝了的啊 有人惊恐地大吼道 快跑啊 啊 后面也是鹰狼群 左边 右边 全都是 怎么会这样 鹰之森林 怎么还有这么多鹰狼 这下我们死定了啊 人群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 成年的鹰狼 每头都是三阶妖兽 相当于人类舞者的武灵境界 四面八方 密密麻麻的全是鹰狼 至少有两三百头 相当于被两三百名武灵境舞者包围了 你的担心看来不是多余的了 这下可真有些麻烦了 持风尾转过头 对身旁的月无双说道 手腕一翻 视血剑出现在手中 回转过头 望着那浑身灰白 身上散发着一缕缕吟含灰气的鹰狼 尾头鹰狼的体型 虽然只跟普通的狼那般大小 但是三阶妖兽 没有人敢小视 月无双御手轻动 一只御萧随之出现在手中 嗷呜 嗷呜 此刻 狼群开始动了 一只只露出凶恶猙獰的嘴脸 张开大嘴露出两排尖利的獠牙 开始向着舞者群扑去 我 我动不了了啊 身处人群外围的舞者恐惧地大吼 鹰狼身上散发出的一阵阵挥寒 阴气飘到身上 身体顿时变得僵硬 无法动弹 就连武林舞者身体也变得迟缓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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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嚎声不断响起 十几名舞者转眼之间便被鹰狼扑到身上 猙獰的两排獠牙乱咬乱啃 在这么多的三阶妖兽鹰狼面前 这些舞狮舞者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吼 那名二星武林身体虽然还能动弹 但也是动作缓慢 手持一柄燃烧着熊熊烈焰的两手大幅挥砍 但还是有三头鹰狼扑上 一把将他扑倒在地 一头鹰狼张开大嘴 一口咬下了他的脖颈 一名武林强者 陨落 太可怕了 这些鹰狼太可怕了啊 死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啊 我不想死啊 谁救救我啊 啊 鹰狼速度迅捷 一名又一名舞者眨眼间便被鹰狼扑倒 张嘴咬死 就在此时 人群忠心 一阵悠扬的销声突然响起 一头头扑来的鹰狼听到这阵销声 仿佛失去了全部力气 突然从半空中坠落在地 然后仿佛很痛苦一般 在地面打滚 四周围住人群的鹰狼 也突然全像吃了毒药一般 月仙子 是月仙子出手了 人群中有人喊道 目光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月无双 愚蠢 你这简直是找死 池峰对吹着欲消的月无双低鹤道 你燃烧你的灵魂之力压制这么多鹰狼 很快就会灵魂枯竭而亡 池峰能感应出月无双灵魂之力修炼到了四阶 但是鹰狼的数量实在太多 月无双想要以灵魂之力压制这么多鹰狼根本不可能 而燃烧灵魂之力压制 就等于当日圣火燃烧本命精火一般 灵魂将会大伤 大损 更何况月无双的灵魂之力也仅仅只是四阶王级 压制两三百头三阶妖兽鹰狼 灵魂之力很快将会枯竭 你们还在看什么看 想要活命的 还不快跑 池峰对那些舞者大喝道 对快跑啊 跑啊 舞者们反应过来 如鸟受散 趁着鹰狼们被压制 施展出平生最快的身法 一个个拼命必向鹰之森林外狂奔而去 在真正的死亡面前 哪还会管得上什么貌美如花的月仙子 什么为了月仙子获出性命 虽有几名青年舞者回头看了看月无双 不过最后还是露出一副悲痛 很不情愿的模样里去 你也快跑 我快支持不住了 突然月无双的声音在石峰脑中响起 这是月无双以灵魂之力向石峰传达信息 石峰发现月无双的郊区已经开始轻颤 笑脸上也满是汗肌 石峰轻轻摇头 对月无双说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说完后 石峰一掌急在月无双后脑 悠扬的消声戛然而止 柔美的郊区向地面倒去 石峰左手一伸 将月无双露入怀中 杀 手中血剑一阵 石峰一手持剑 一手搂着月无双 向着前方杀去 销声一停 一支支仿佛生了病的鹰狼顿时站了起来 身上重新散发出阴寒的灰气 石峰前方 膝头鹰狼刚刚站立起身 还未从刚刚的削弱状态完全缓过神 石峰一剑挥砍而出 血液飞溅 膝头鹰狼被石峰砍成两劫 九幽冥宫运转 圣火开吸 膝头鹰狼的死亡之力 血液 灵魂之力 全被石峰吸了过去 膝头鹰狼的身躯迅速干瘪下去 如果有人在这里的话 一定能够看到 数百头鹰狼身上散发出的阴寒灰色之气 竟然如同河流一般 向着中心流去 而汇聚的那个中心处 竟然是石峰 三阶鹰狼最大的手段之意阴寒毒气 生灵触及身体极颗麻痹 竟然被石峰运转九幽冥力给吸收 然后还在体内被炼化 融入圣火 化为九幽冥力 石峰吸收了鹰狼的阴寒灰气 在体内炼化后 虽然不及阴煞根下品灵石的一半能量 但最主要的是对阴寒灰气有了免疫 阴寒灰气无法发挥效用 阴狼实力将大打折扣 薄乌薄乌乌 一头头凶恶的阴狼对着石峰发出怒吼 紧接着 数十头阴狼张开大嘴 从四面八方 对着石峰吐出浓烈的阴寒灰气 如一道道黑灰色光波一般 向着石峰轰击而去 更有数十头阴狼飞扑而起 张开锋利的双爪 向着石峰猛扑而下 而后地面上又有数十头阴狼张开大嘴 朝着石峰飞扑 密密麻麻的阴狼 全数朝着石峰进攻 石峰上下左右前后 各个方位 全是阴狼的攻击 九幽冥宫 七 石峰一声低喝 将从四面八方喷涌过来的黑灰色阴气全部吸收 第六十六章你们不用找了 九幽冥宫 西 石峰一声低喝 将从四面八方喷涌过来的黑灰色阴气全部吸收 随后左手更加搂紧了怀中的月舞霜 砰 石峰右脚一瞪地面 身体向着前方抱冲而去 九幽剑法 确剑转化为森白色白光亮起 石峰整个人 整把剑形成一条直线飞冲 前方六七头鹰狼的身体被石峰给撕裂 血液 残肢 残躯 头颅飞剑 后方 围攻石峰的重狼扑了个空 调转狼头继续往石峰追击 而石峰一连施展步伐及九幽剑法 前方 犀利与愤怒的狼嚎声不断响起 一人一剑 就这样往重重包围中杀出 杀 又一个杀自从石峰嘴中喝出 一连杀出了好几波 眼见即将突出重围 石峰催动九幽名力再次急剧脚下 踏地 刺剑 刷刷刷刷刷刷 一路上 再次将懒挡的鹰狼给撕裂 这一次 石峰一冲冲出了二十米 抱着月无双 终于冲出了鹰狼群 嗷嗷 嗷 后方 想起了鹰狼一阵阵愤怒的咆哮 石峰没有回头 没有停歇 抱着月无双施展身法狂奔 狂冲 他能感觉得到 刚才在被这些狼群围攻时 这些鹰狼越杀越多 这个狼窝 鬼知道还存在着多少这种狼 或是有没有更高阶别的存在 要是再出现几头四阶的存在 再加上这么多三阶妖狼 自己或许要隐恨在此了 石峰前方狂奔 数百头鹰狼在后方不甘地追赶 可惜在石峰的身法下 距离渐渐地被拉开 一连施展身法狂奔了好几个时辰 石峰终于停下了奔跑脚步 回转过头 发现那些凶恶猙瘾的鹰狼终于被自己给彻底摆脱 呼呼 呼呼 石峰大喘着口气 一连狂奔 感觉到身体也有些吃力 仔细打量四周 石峰发现自己终于冲出了那片阴森幽暗的鬼森林 前方是两座并排而立的高峰 高峰中间有一条只能三四并排人通过的狭窄小道 石峰翻开地图查找位置 看了一会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后 再由这个狭窄的小道往上看 过了这个小道 前面是一个山谷 叫做绿毒谷 谷内有一个绿毒沼泽 常年弥漫着绿色毒物 是一些毒虫 毒蛇 毒兽的地盘 望了望怀中昏迷的家人 石峰准备等月无双醒了之后再做打算 更何况这丫头此刻灵魂急不稳定 稍有不胜可能就会魂飞魄散 忙碌了大半天时间 石峰终于在山妖楚开辟了一个山洞 找了干木柴升起了篝火 将月无双放在篝火旁 自己盘腿着开始恢复修炼 经过鹰之森林内的厮杀 吞噬了部分舞者的死亡之力 以及众多阴狼的阴寒灰气 死亡之力 灵魂 血液 圣火的能量有了小小的提升 就好像一个大水杯 水慢慢地滴满了点上来 原本舞灵境三星冲击四星才有十分之三的能量 现在增长了十分之一 变成了十分之四 不过最令石峰欣慰的是 灵魂之力有了进展 吸收了那么多阴狼的魂魄后 即将有突破的征兆 双手很自然地结印 石峰一声低喝 破 突然间 仿佛一道灵犬灌溉而下 石峰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清爽舒心的感觉 整个灵魂得到了升华 灵魂之力 终于进入了一阶 石峰睁开眼睛 望了望令一旁躺在篝火旁的月无双 摇了摇头说道 这丫头也实在太乱来了 竟然燃烧自己的灵魂之力去救那些人 真傻 说完后石峰站起身 朝着月无双走去 蹲在他身旁 右手按下 按在他的额头 过了一会后 石峰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蓄乱的灵魂慢慢地稳定住了 幸亏当时被我及时打断 性命倒是无忧 不过灵魂境界叠了一径 看来这一时半会是醒不过来了 灵魂之力从三阶升到四阶 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那些受人尊崇的数炼师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岁月下去 天恒大陆上有多少被称为天才的数炼师 药师以及其他修炼灵魂的武者 一辈子就卡在了那的境界无法于月分毫 灵极与王极 一步之遥 却是天壤之别 但是对于九幽大帝一脉而言 以九幽明宫灵魂修炼之术 以月无双的资质 快则两到三年 慢则五到六年 灵魂之力即可再次步入四阶亡境 所以石峰对月无双也不是太过担心 身体只要修养几日 估计就没什么大碍了 咦 那些葛喽喽竟然也出了那片森林 难道是因为他们的魔狼跟那些鹰狼是亲戚的关系 石峰突然感应到 那些一直暗中跟踪的魔狼拥兵团 也出了鹰之森林 早在妖兽城 石峰与贺轩一拳之急之时 石峰就在贺轩身上暗中下了印记 所以贺轩一接近 石峰便有所感应 挺好的 刚需要点人手 他们就自动送上门了 刚还担心他们不敢过来了的 石峰说着 站起了身 往山洞口走去 站在山腰处的山洞口 石峰俯视下方 果然看到了16道骑在魔狼背上的身影 其中一人正是贺轩 还有两人也同样骑在大象般大小的三街魔狼背上 这两人就是前期石峰感应到两名灵巅峰舞者 少团长 那小子会不会已经进入了绿毒谷 一名坐上毛狼上的九星武师环顾四周 对贺龙说道 你们刚才确定那小子没跟着人群逃出去 贺轩问道 没有 一名武师很肯定地点头道 逃出的那些人中 没有那小子跟月无双 我们还暗自抓了一人盘问过 他们被阴狼群包围 是月无双压制了阴狼群 让他们脱逃 说是那小子被月无双的美貌迷的神魂颠倒 最后陪月无双留下了 一属下看 那小子跟月无双既然没有逃脱出阴之森林 估计已经被阴狼群给撕成粉碎了 毕竟阴之森林的秘密地下通道 只有我们魔狼拥兵团知晓 而且我们在通道里 也没有发现有外人走过的痕迹 如果真是那样 那真是太便宜这对狗男女了 可轩面有不甘地说道 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之际 头顶上方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们不用再胡乱猜测了 也不用瞎找了 老子在这里 第六十七章乱见识 可轩面有不甘地说道 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之际 头顶上方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们不用再胡乱猜测了 也不用瞎找了 老子在这里 十风话音落下 十六个脑袋齐刷刷地抬起 十六道目光齐刷刷地 头向上空 山妖楚 他们看到了一个山洞 就在山洞口 站着一道年轻的身影 好 太好了 这小子果然没死 要真是被那群狼给吃了 那真是太便宜你了 贺轩看到十风后 开心大笑道 小畜生 跪下向老子磕头谢罪 老子到时候折磨你的时候 可以考虑少用几种手段 贺轩一副大局在握 一切竟在他掌控中的模样 冲着十风高声说道 十风嘴角勾起 脸上挂着心悦的笑意 说道 好一个威风凛凛 一起风发的贺少团长 紧接着 十风心念一动 骑着高大魔狼上的贺轩脸色沥变 突然感觉到身体失去了控制 接着身子一歪 贺轩莫名其妙地从魔狼上跌下 哼 高大魁梧的身躯衰落在地 少团长 怎么回事 少团长 众人见贺轩突然从魔狼上摔下 不知发生了什么 纷纷从魔狼上跳下 往贺轩跑去 只留下两名九星武林巅峰的舞者 还留在魔狼上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接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 随后又很默契地抬头 再次望向山腰处的那道年轻身影 十风双脚向前踏出 接着整个人从十米多高的山腰处 直接跃了下来 几个呼吸间便落入了地面 望向何轩 十风略显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还不错 这傀儡术以前学来的时候 原本只是针对妖兽玩玩 没想到对付你这只禽兽效果也这么好 你 原来是你倒的鬼 何轩发现身体恢复了正常 一把推开过来搀扶他的那些下属 冲着十风咆哮道 都给老子一起上 先费了这畜生 天狼 孤狼 你们两个也一起出手 别对这小畜生客气 客轩感觉到了眼前这少年处处透着诡异 从清风楼一拳击飞自己 刚才又施展什么邪术操纵自己 客轩一声令下 十三名九星武师巅峰高手一起出动 配合默契 人群散开 成半包围之士冲着十风施展武技杀趣 刀器 剑器 刀影 剑影 火焰 电流纵横 一起向着十风席卷而去 而他们的坐骑魔狼 也随着各自的主人 从主人的身后跃出 张开狼嘴 喷出十三道黑色烈焰烧向十风 两名九星武林巅峰的天狼与孤狼 相互看了一眼后 也催动夸夏魔狼 冲向十风 十风手持血色长剑 嘴中一声低喝 九幽剑法第二式 乱剑式 喝声落下 十风身体看似未动 可一道道凌乱无序的森白色剑气 在他身遭浮现 转眼之间 剑气越来越多 十风自身都被淹没在凌乱的剑气当中 身影若影若现 这时 魔狼拥兵团众舞者与众魔狼的攻击 直接轰入了剑气当中 可魔狼拥兵团的人发现 一道道凌乱的森白色剑气突然动了起来 以十风为中心 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 狂乱飞舞 犹如一个剑气组成的小型风暴 道道刀气 剑气 刀影 剑影 飞色烈焰进入小型风暴之中 顿时被绞成了虚无 这到底是什么武技 我的狂龙一刀轰入其中 竟然就像石沉大海 我的猎羊剑气也是如此 攻击不要分散 大家同时攻击中心部位 我就不相信联合我们这么多人的力量 还破不了他一个人施展的武技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一个个喝道 去 剑气风暴中传出了十风清亮的和声 一道道森白色剑气顿时如炸开的烟花般向前方击射 迷乱了人的双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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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 遭受了密密麻麻的森白色剑气的冲击 发出了一阵阵惨忽 就连那些魔狼都匍匐着 脑袋深深的埋在地面 在剑气的切割下 身上一道道鲜血淋淋的伤口出现 持风深遭的剑气全数消散 抬头望向半空 您难道 两只会蹦达的马扎而已 以为跳得高就免受皮肉之苦了 半空之中 天狼与锅狼各骑着三肩魔狼 人狼合一 燃烧着熊熊黑色烈焰 如两座黑色火焰山一般 向着石风压下 又如两颗黑色火焰陨石坠落 幽冥斩 持风挥剑 斩出两道森白色半月形剑气 直击虚空 砰 砰 两团黑色火焰旋即被剑气斩灭 露出两道坐在魔狼上的舞者身影 此时天狼与锅狼的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与恐惧 两人两兽顿时如仿佛失去了翅膀的大鸟一般 从半空中掉落 刚好砸在了石风的脚前 轰 轰 激起漫天灰尘 这 另一旁的贺轩看得目瞪口呆 他有些不敢相信 刚才就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情是真的 他怀疑现在是不是处在梦境当中 他带过来的人 竟然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全躺下了 其中还包括了两名九星物灵巅峰的强者 这么多人 竟然败在了他一直觉得可以随手捏死的蝼蚁手中 不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 赫轩望着那弥漫的灰尘 低声轻难 右手用力地去捏右腿 想以疼痛让这个无稽的梦快点醒来 可是 真的痛 一个会痛的梦 紧接着 赫轩看到弥漫的灰尘的 一道黑影缓缓浮现 随后这道黑影从灰尘中堕步走出 贺轩看到了 他此刻最不情愿看到的那张年轻的脸 怎么了啊 贺少团长 怎么好像很不想看到我似的啊 刚才看到我的那份热情进哪里去了 我可记得 刚才我出现的时候 你可是一起风发 还哈哈大笑了的啊 石峰一脸玩味地对贺轩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朝贺轩慢慢走去 你 你不要过来 见石峰走近 贺轩双脚步由自主地向后不断倒退 第六十八章抽魂 你怕了 石峰顿住脚步 脸上依旧是那副玩味 对着贺轩说道 怕 我怎么会怕你 贺轩刚才看上去还如同受了惊的小路般 一听石峰那话 立刻又变得硬朗起来 我爹是贺龙 是魔狼拥兵团的团长 是五王静的强者 你要是敢动我 任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爹都不会放过你 这句话很熟悉啊 石峰皱着眉在回味 随后想起来了 说道 哦 我想起来了 前些天我也听过类似这种的话 但是第二天 他的老子立马被我给斩了 相信你老子也不会例外的 石峰说完 继继继续朝贺轩走去 不 你不要过来 贺轩低喝 旋即快速转身 施展身法就要逃脱 石峰念头一动 贺轩的身体立马失去了控制权 原本转过去了的身体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 硬生生地转了回来 又一次面向了石峰 看着石峰脸上挂着笑意 朝着自己一步步走近 这看上去一脸无害的少年 此刻在贺轩的眼中 就如同索命的魔鬼一般 魔鬼手中泛着妖艺鲜红的血剑 在阳光下极为刺眼 那锋锐泛着血光的剑锋 整把剑就如同一把 收割生命的死神镰刀 贺轩甚至在心中后悔 自己 干嘛平白无故地去招惹这个魔鬼 自己只是因为插队啊 只是要彰显自己在妖兽城中的地位 竟换来了以生命为代价 自己明明可以远离这个魔鬼 从今往后各不相干 又因为心中的一口气 跟踪到这里 把自己的性命送过来让他杀 贺轩后悔 如果这个世上有后悔药 贺轩一定不想去招惹这个人 可是死亡已在向着自己慢慢逼近 魔狼拥兵团过来的这些人当中 时封发现 贺轩的灵魂之力算是几人中最强大的 不 你不要过来 不要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我答应给你一万枚原石 不 十万枚啊 只要你不杀我 我可以告诉你爹 让你做我们魔狼拥兵团的副团长啊 石锋一步一步走近 恐惧一分又一分的在贺轩心中蔓延 感觉到死亡逼近 想到那柄血剑锋利的剑锋从自己的脖颈划过 贺轩高大的身体都忍不住在打战 你们谁来救我啊 天狼 孤狼 爹 韦寒 你们谁来救救我啊 我不想死啊 恐惧 让贺轩闭上了眼睛 不敢去看石锋 更不敢去看石锋手中泛着血光的剑 突然间 贺轩发现自己整个人仿佛冲天而起 有高手来救我了 这是出现在贺轩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 紧接着 贺轩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睁开双眼 瞳孔瞬间睁大 贺轩猛然看到 下方的地面站在一名卧剑的少年 而少年的前方 站在一具无头的身体 没有头颅的脖颈还在喷涌着鲜红血液 这是 我的 石锋一剑斩杀了贺轩后 开始吞噬死亡之力 肉身血液 眼前的无头尸体 如同漏气的气球一般 很快地干扁了下去 石锋抬头收剑 望向半空中下落的头颅 双手结印 一连串诡异扭曲的森白色符纹从手中出现 飘向上方的贺轩头颅 一个个钻入了贺轩的额心 待头颅落下之时 石锋伸手一抓 如抓球一般 一把抓住贺轩的脑袋 施展身法 及格起跳间 便跳到了刚才的山前 接着再往山腰处的山洞中跳去 幽暗的山洞中 月无双还陷入昏迷状态 旁边的火堆 火焰还在继续燃烧着 石锋回到山洞后 将手中的头颅往月无双一抛 当头颅快到砸到月无双脑袋之时 顿时顿在了虚空 石锋运转灵魂之力 向着顿在半空的头颅压去 很快地便将贺轩的魂魄从头颅中抽离了出来 你不得好死 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得好死啊 一团半透明 只有拳头大小的魂魄中 传递来贺轩的咒骂声 诅咒声 持风懒得理会 因为这思根本连做鬼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念头一动 将贺轩的一切意识从这团魂魄中抹除 只留下最纯净的灵魂 流入月无双的美心之中 滋补月无双的灵魂之力 嗯 昏迷中月无双 由于灵魂受到滋补 突然发出了一声舒服的滴影 持风做完了这一切后 那颗头颅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利用价值 手一吸 将头颅吸到手中 再如丢垃圾一般 丢出了山洞外 望向月无双 持风低难道 这丫头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醒了 随后持风又走出了山洞 来到山洞口 再一次从山腰楚跳了下去 地面上 还躺着15名魔狼拥兵团的舞者 以及15头魔狼 这些人跟狼 持风指伤了他们全身的经脉 暂且留了性命 持风右手屈指轻弹 将一道道符文印记打入那些舞者的体内 这些印记 跟当时打入贺轩体内的是同一种 只要打入 这些人的自由 生死 将掌控在持风的一念之间 你们开始恢复伤势 如果一个时辰后 我发现你们的伤势还没有复原 那么就下去陪贺轩好了 持风冷冷说道 经脉受损 虽然失去了行动力 但是以他们九星五师 九星五灵的舞蹈修位 一个时辰已经足够恢复 更何况这些常年混击魔兽山脉的拥兵团 身上都会带有疗伤用的药 这些舞者当时风将符文印记打入他们体内的时候 就以明白自己的生死被这少年给掌控 而他们丝毫不会怀疑这少年会对他们心词手软 就连少团长和轩都被他给一箭盏了 身体的养分还被他给吸收 刚才那一幕 不少人看得人毛骨悚然 想想现在躺在那边那句干瘪的身体是自己的话 他们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只想怎么活下去 摆脱厄运 而现在唯一的活路 就是按照这少年的话去做 不得忤逆 见那些魔狼拥兵团的舞者开始为自己疗伤 持风将目光投向了一匹魔狼 那头贺轩的魔狼 第六十九章九幽阵混印 持风将目光投向了那匹贺轩的魔狼 虽只是三接妖兽 可是持风发现这匹魔狼有些不太不一样 持风刚才在向贺轩走近的时候 这头贺轩的魔狼 向持风传递了一个念头 杀了他 这个持风就觉得有意思了 心中暗道 估计这头魔狼受了贺轩不少不为人知的折磨 见自己走近 持风发现这头高大的魔狼仿佛害怕了 一边看着自己 一边身体向着后方倒退 而凶恶狼脸上也流露出比较人性化的恐慌表情 持风越看越有意思 觉得这头三接妖兽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一般三接妖兽的灵智还是十分低下 跟普通的野兽还没有多大分别 而持风从这头妖兽上 发现他已经开启了灵智 通常情况下 像魔狼这种低等妖兽 如果有性能净化四接王级妖兽 才会开启灵智 而智慧达到如果要人类的智商 至少也是五接黄级妖兽 妖兽如果进化到六接 还可以幻化成人形 不过像魔狼这种低等血脉的妖兽而言 三接已是他们的极限 这头魔狼 估计是他祖先被其他血脉的妖兽上过 杂交后的种 所以才在三接的时候就开启了灵智 持风望着魔狼 低难道 随后一道符文打出 打入了魔狼体内 如今本座也刚好缺头做技 先将就用你 如果日后不争气不能净化四接 本座就杀了你吃肉 持风对魔狼说 吼 吼 魔狼对持风发出吼叫 仿佛听懂了持风的意思 表达他对持风的不满 一头低等畜生而已 这妖兽山脉满山都是 但是 如果再吼 本座现在就斩了你 持风此话一出 魔狼乖乖地闭上了嘴 前身下腐 表示愿意认持风为主 持风没有再继续理会 而是抬起头 将目光投向了山腰处的那个山洞口 哪里 此时正站着一道白色的倩影 在吸收了赫轩的灵魂后 月无双醒了 此刻正低头看着下方 刚好与持风四目相对 随后月无双身形一动 从山腰处跳了下来 几个呼吸过后 刚好落在了石风前方 醒了啊 持风对月无双招呼道 转着头扫望周围的一切 看着那些在调养的舞者以及魔狼 月无双皱眉 面露一片茫然 问石风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我们在鹰之森林被鹰狼给包围了 怎么会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又是哪里 他们这些人又是怎么了 刚醒来的月无双 将满脑子的疑问都问了出来 持风指了指身后那片树林 对月无双说道 哪里就是鹰之森林 我们遭到了鹰狼围攻 你个笨蛋想要以身为人 被我打断了 最后我们命不该决 侥幸地逃离到了这里 接着石风又指了指魔狼拥兵团那些人 说 你招的那些人都跑光了 刚才我又帮你招了些人手 而且这些人心地善良不收费 又大义凛然 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月无双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这些人才不是心地善良 大义凛然 格格现在身受重伤 是遭受了石风的手段 受到了石风的胁迫 将目光再一次仔细从这些武者以及魔狼身上认真扫过之时 月无双逼声道 魔狼拥兵团的人 随后 月无双将视线定格在天狼与孤狼身上 一声惊呼 九星雾灵巅峰 是啊 持风点头应道 月无双用很怪异的目光看向石风 很是认真地问道 你如今轻轻的年纪 舞蹈修为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 随后月无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说道 我差点忘了 你是逍遥师伯的弟子 我虽然对舞蹈知之甚少 但也知道些我们九优一脉修炼的舞蹈 即绝世舞技 持风笑了笑 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再说什么 而是对月无双说道 我发现你虽然将灵魂之力修到了四阶 但是对于灵魂攻击之术并未涉及 秦如凡只教你灵魂修炼之道 跟他的要道吗 一路上石风也发现 月无双并未动用过灵魂攻击之术 甚至在遇到阴狼群的时候 燃烧灵魂之力借助阴波扩散 也只是对阴狼群灵魂上的压制 一个小鬼真没礼貌 竟然直呼我师父的名字 以 月无双说着说着 突然愣住了 因为石风向他传来了一道灵魂意念 九优正魂印 以灵魂之力凝聚印记 阵敌灵魂 这是幽冥师祖的绝技之一 九优正魂印 月无双惊呼道 好好领悟 我可不想接下来你再拖我后腿 石风说 好 月无双点头 接着对石风展颜甜美一笑 如水鲜花绽放 谢谢你 小师弟 我去了 随后 月无双朝着刚才的那座山走去 身体起跳 倩影在山沿间跃动 跃向山腰处的山洞 月无双五道修为虽低 五道境界才在六星五师 不过施展身法跃到山腰处也不是什么问题 望着那道白色倩影走进山洞 石风收回视线 这姑娘心地倒是善良 竟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形如繁收的徒弟品质倒是不错 不过在这弱肉强食 人吃人的世界 也不知是好是坏 月无双领悟九优正魂印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好 而天色渐黑 夜晚更不宜进入绿毒谷 石风就地盘腿而坐 从除雾戒指中导出源时 也开始修炼起来 天色转至黑暗 在白日替换 太阳从天空中冉冉升起 给天地换上了光亮的新衣 一夜修炼下来 倒有十几起妖兽出现 不过大都被守护在石风身旁的魔狼消灭 有几头三皆被石风移到剑气秒杀 石风打开双目 缓缓地吐出一口黑灰色的灼气 另一边 魔狼拥兵团的十五人跟十五头魔狼也已恢复 见石风还没有什么动静 也盘腿坐在地面修炼 石风抬头 望向山腰处的那个山洞口 见一道白色的倩影正站立在那 月无双见石风望来 对着石风玩耳一笑 石风发觉 这张原本清冷的爵士容颜 笑容变得越来越多了 第七十张四星武林 通往绿毒蛊的山道上 十五名身穿黑色武士装的魔狼拥兵团舞者 骑在魔狼上行在前方 石风将魔狼让给了月无双骑程 跟在他们的身后 行至了一半的路程 此时山道上也弥漫了绿毒山谷飘过来的绿毒 不过月无双在进妖兽山脉之前 就知道有绿毒蛊的存在 早已准备好了解毒蛊 所以在进山道的时候 月无双给了美人及美头魔狼一枚 吞服了解毒蛊后 在毒蛊中行走也并未发生有人中毒的事 比门魔狼拥兵团对这绿毒蛊有多少了解 石风将孤狼换到身旁 问他道 孤狼是一名身材精瘦 看上去一脸严肃的男子 生死现在都掌握在石风的手中 此时听到石风问话 老实地回答道 绿毒蛊有一个绿毒沼泽 常年弥漫毒物 凡是在里面生活的妖兽也都是身带剧毒 听说里面还有一头四阶的黑赤毒王歇 你们没有进去过 持风又问 没有 孤狼摇头 里面都是毒物 毒兽 以及猎杀这里的妖兽 还不如去其他区域猎杀相等阶的妖兽 明白了 持风巍巍点头 刺街妖兽 还有其他的毒虫 毒兽 这个地方倒是挺难应付的 摊开地图 地图要找的火龙草 这个绿毒蛊正是必经之地 那颗火龙草 正好长在绿毒沼泽深处于火焰领地的交界处 小心 是三街妖兽绿毒巨蟒 突然间 前方传来一声大喝 在前方绿雾弥漫的山道上 出现了一头脑袋如门板大小的绿色巨蟒 大嘴一张 露出一个黑洞 看上去如无底洞一般 一团黑色的毒雾从黑洞中喷出 转眼便将前方的舞者淹没 继续向着前方快速蔓延 就连石锋也很快被淹没在黑色毒雾当中 不过身处在毒雾中的石锋并未有什么感觉 因为月无双给他们吞服的解毒丸 属于四瓶解毒丸 对于三街巨毒妖兽的毒雾直接免疫 哦 突然间 前方的绿毒巨蟒传出一声巨吼 这声吼叫 仿佛是痛苦的大吼 黑色毒雾来得快 去得也快 舞者们看到 前方的巨蟒 正扑在地上不断地翻滚 巨大头颅以及身躯 不断地撞击两旁的两座大山 发出轰轰轰的震战声 石锋看着巨蟒的样子 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目光投向了月无双 月无双此刻正坐在魔廊上 微微喘着粗气 样子看上去有些虚弱 正是他 刚才对巨蟒施展了九幽阵魂印 不过他此刻的灵魂之力也仅是三街 对三街妖兽施展九幽阵魂印 自然还是有些吃力 仿佛感应到了石锋望来 月无双回转过来 对着石锋开心一笑 仿佛在告诉石锋 我成功施展了灵魂攻击 见绿毒巨蟒发生异撞 魔狼拥兵团一起发动5G攻击 仅仅几个呼吸便将巨蟒的大头颅打爆 只留下一条巨大的蛇身 一直延绵向前方 吸收了巨蟒的死亡之力 石锋将灵魂之力留给了月无双 就在这时 魔狼拥兵团另一个武林武者天狼 从前方走来 递给了石锋一枚拳头大小 绿色棱形的金石 这枚金石 正是刚才那条绿芒体内的妖精 三接妖兽的妖精 吸收里面的力量 可比得上一枚中品原石 石锋毫不客气递接过 放入了除物戒指当中 接着队人群说道 继续往前走 石锋一声令下 魔狼拥兵团的武者们不敢怠慢 催动身下的魔狼 月上巨蟒绿油油巨大的身躯 继续前行 而石锋月走向那条绿色巨蟒时 将视血剑从除物戒指中拿了出来 握在了手中 视血剑微微颤明 仿佛在向石锋表达引血的渴望 这条巨蟒对于石锋来说 最大的价值是他体内的血液 身躯又大又长 又是三接妖兽 抵得上数十名武临近武者的血液了 石锋停留在巨蟒无头的身躯前 顿时间绿色的血液如山红爆发般向着石锋奔涌而来 一触及他的肉身 便被他的身体吸收 流入丹田未至 绿色血液的毒素 直接被圣火焚烧为虚无 大概吸收了五分之一的绿色血液 石锋身上白光一闪 直接进入了四星武临近 够了 石锋对着圣火发出了一道灵魂意念 阻止圣火再继续吸收 绿色的血液还在继续狂涌而来 石锋将视血剑往前一次 血剑犹如长经吸水一般 疯狂地吸水 才短短的及格呼吸 便将剩下的绿色血液全部吸收 最终留下了一条身躯长达 二十多米的干瘪蛇身 石锋感受着视血剑的变化 剑的力量虽然有所增强 不过等阶还是处于二阶 浪费 实在是太浪费了 圣火对石锋发出了强烈抗议 就算吸再多的这些低级妖兽的血液 也根本无法让他恢复到三阶 除非你杀头四阶王级妖兽给他浪费 四阶王级妖兽嘛 石锋低难着 将目光投向了山道前方 刚才听孤狼提起 这绿毒蛊 正好有一头四阶王级妖兽 黑赤毒王歇 小子 你疯了啊 李珍想猎杀那人说的四阶妖兽给他浪费啊 金贵四阶妖兽的血液与其他来浪费 还不如让我吸收 再加上你那邪门功法吸收的死亡之力 可直接提升你两个小境界 怎么做我自有决断 不用你来叫 池锋直接打断了与圣火的联系 踏着巨蟒干瘪的石身 向着前方走去 如果有一把衬手的三阶兵器 剑技发挥出来的力量 又何止只是现在的威力 那些自命尊贵的数炼师 如果让他们给自己炼制一柄兵器 那非得要八成皮走 更何况嗜血潜力无限 可伴随着自己一同成长 石锋越往前走 发现身遭弥漫的毒物越是浓郁 待自己感到绿毒蛊骨口之时 看到魔狼拥兵团的武者以及乐无双 都停在那等待着自己 前方 绿色的毒物仿佛液体一般 组成一条绿色河流 在空气缓慢流动着 第七十一章杀鸡锦喉 望着前方微微涌动的绿色毒液 石锋发现魔狼拥兵团的武者们面面相去 从他们的面容上可以看出 他们开始了胆怯 石锋开口对他们说道 怎么 害怕了 你 我跟你无冤无仇 一切不过都是听从少团长指示而已 你到底怎么才肯放过我 无冤无仇吗 石锋反问道 接着又说道 从你对我刀剑相向的时候 就已经结下了仇怨 那不过是听从赫轩的命令而已 那名舞者反驳道 哼 是吗 石锋冷横一声 接着右手承刀在虚空中一画 那名舞者连横都来不及横出一声 身体立即被一道森白色刀器齐腰斩断 从魔廊上跌落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石锋无情斩杀 借着身体内的血液如喷泉般喷向那个杀死同伴的恶魔 转眼间 一句刚才还在这里说话 还充满生命力的身体 变成了一具皱巴巴干瘪的尸体 仿佛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 一时间 众人又一次面面相许 面容上浮现的恐惧更甚 这果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只要一言不合就要人性命 池锋还是将灵魂之力留给了月无双 吞噬了那名舞者的死亡之力及血液后 冰冷的目光一一扫向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 平日里这些在妖兽城横行无忌的舞者 此刻见池锋目光扫来 皆不敢与他对视 默默地低下了头 池锋嘴角挂着冷笑 对他们说道 别跟我说是听从谁谁的命令 如果我只是一名舞道修为低违 实力不计的舞者 昨日就已成为你们的刀下亡魂 又或者被你们废了手脚 交给你们那个所谓的少团长 遭受世间最恶毒的折磨 当你们对我拔剑的那一刻 就要做好被我杀死的准备 就算你们现在被我当猪当狗一样杀了 那也是你们最有应得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听了石峰的话后 低着头默然不语 就算有意见也不敢辩驳 沉静了一会儿后 孤狼望向石峰 用着谦卑的口吻开口道 阁下 或许我们真的有错 可你怎么样才能饶恕我们 或许 池锋目光冰冷地 逼是孤狼 不不 是我们真的错了 孤狼连忙改口道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池锋说 要么像何轩跟刚才那人一样解脱 要么就做我奴仆 你 天狼没按耐住自己的情绪 面容愤怒地冲石峰说了个逆字 石峰再将冰冷目光投向他 说 要不是在你们这些废物里面 你还算有些用处 光你现在这态度 我就一箭窄了你 现在由你带路 进入这个山谷 你们这些废物 都跟上 在石峰的命令下 这些舞者不敢有所违背 就是天狼也不得不遵造石峰的意愿 石峰一个起跳 仗上了刚才斩杀了的那名舞者的魔狼 由于二阶魔狼跟三阶魔狼之间的大小 石峰站着才跟坐着的月无双差不多高 随后与月无双一起跟在那些舞者的后方前行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却如此杀法果断啊 月无双用着调侃的语气对石峰说道 怎么有慈悲心肠的你 该不会觉得我太狠了吧 石峰道 月无双摇了摇 说我并不是那么愚笨的人 那些人想要杀你 我自然不会可怜他们 我觉得你做的 你说的都很对 听了月无双的话后 石峰笑了笑 说道原来你不是那种死脑筋的人 那当然了 本来就不是 月无双得意的说道 不过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那种舍以为人的傻事了 不值得的 石峰说 嗯 月无双点头 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听明白了 点头答应了 还只是敷衍而已 大家小心 前面有动静 就在这时 人群的最前方 传来了天狼的大鹤 小心前行的人群 顿时整齐地止住了脚步 扑扑扑扑扑扑 前方 由远至近 传来了仿佛翅膀煽动的声音 紧接着这种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翅膀煽动声外 还响起了嗡嗡嗡嗡 仿佛蚊虫的叫声 众人看到 前方绿色毒液中 飞出了一群身形有如指头大小 浑身绿色的蚊虫 是二阶毒虫绿毒蚊 人群中有舞者大呼 接着人群头顶上方 出现了密密麻麻 如绿色云团般的绿毒蚊群 铺天盖地铺腾而下 小心 持风右手燃烧一团鲜红的血色火焰 对着越无双挥洒而下 血色火焰顿时将越无双整个身体包裹 紧接着 持风身体发出轰地一声 他整个人也变成了一团火焰熊熊燃烧的血色火人 虫类怕火 更何况时风雨月无双身上燃烧着的可是天火 圣火现在虽然才只是三阶天火 但对付这些二阶毒虫已是绰绰有余 对付这种低等阶毒虫 等于立于不败之地 密密麻麻扑向时风雨月无双的绿毒蚊 顿时被血色火焰燃烧成了虚无 一道道死亡之力被时风吞噬 给我烧 持风一声低喝 身上熊熊燃烧的血色火焰 顿时如炸开了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 仿佛山红爆发 这片区域转眼便沦为了一个熊熊燃烧的血色火海 密密麻麻的绿毒蚊 以及魔狼拥兵团的舞者跟魔狼 都被血色火焰给淹没 这场大火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当血色火海消失之时 魔狼拥兵团的众舞者们发现 自己的身体根本安然无事 绿毒蚊全部消失了 方圆几十米内 空气中迷漫着的绿色毒液也已消失不见 被刚才的血色火海给焰烧蒸发了 这时 回过神来的众人将一道道目光 投向了后方站在魔狼上的年轻身影 有敬畏 有骇然 也有呆滞 绿毒蚊 虽然等级不高 但数量庞大 成群结队 如蝗虫过境 又身带剧毒 无孔不入 就算武王强者碰到 也是一个大麻烦 但刚才是那少年 举手间将那传闻中出了明南禅的绿毒蚊给灭了 而那血色火焰 败给了美人心计 无力反抗 仿佛要臣服的力量 就算他们见到武王强者 也从来没有生出过这种感觉 他们突然意识到 这个少年越来越看不透了 第七十二章石峰怒 都看什么看 继续赶路 石峰对前方魔狼拥兵团的武者们冷喝道 石峰一声令下 一个隔转回头去 继续前行 你刚才那是什么火焰 我感觉我体内的四阶王集受火都在退缩 这应该是火焰等级的压制 月无双开口问石峰道 如果我说这是天火 你信吗 石峰说 那自然是不信的 就是我师父 寻遍天恒大陆 也仅仅收服了地火 地狱黑炎而已 月无双道 秦如凡收服地狱黑炎是早年的事 石峰自然是知道 他还记得 秦如凡寻到地狱黑炎 还找了自己大弟子林叶峰帮忙 前方就是绿毒沼泽了 魔狼拥兵团中有武者开口说 接着人群又一次催动魔狼顿住了脚步 往旁边散开 石峰催动魔狼上前 看到了前方一直向前延伸的绿色的泥潭 泥潭中还不断在冒着绿色气泡及毒液 地图上显示 这绿毒沼泽一直到尽头有20公里 过了这个沼泽就是你要到的目的地了 你既然招募武者前去 想必有通过这个沼泽的办法吧 石峰转过头面向月无双 问道 那是自然 月无双对着石峰信心十足地唯唯一笑 随后从储物戒指拿出一个葫芦 对着石峰摇了摇 说道 看我的 月无双说完后 拔开了葫芦盖 葫芦口对着前方的沼泽下倒 倒出了一团白色的粉末 落入沼泽 紧接着人们发现 前方一片看上去软软的 介于液态与固态之间绿色的泥潭 突然如结了冰般地凝固起来 而且月无双只在前方这里倒入 但前方却大面积地变成了固态 做完了这一切后 月无双回过头笑着对石峰说 这是我专门针对这些毒气沼泽研制的粉末 可将这些沼泽暂时冻住一个半个时辰 好 我们继续前行 石峰点头说 不过这次要换成你走在前面了 我保护你 那是自然 这是你应该做的 月无双笑着说 你们注意周围 石峰对着十四名舞者下令道 随后与月无双行在前方 继续前行 后方的舞者警惕地望着四周 以及妖兽突然出现袭击 这里 可是传说生存着一头四阶王级的妖兽 及其他等皆不一的剧毒妖兽 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果不其然 一行人没走多久 便有一只狗般大小的黑色毒蛤蟆 从前方的绿色泥潭中蹦了出来 张开恶心的蛤蟆嘴喷出一抹黑色毒气 石峰见状 一道溅气黑色毒气劈散 再将蛤蟆劈成两半 天空中 再次出现了一群绿毒蚊 瞬间被石峰释放血色火海秒杀 北行一段路 前方是绿色泥潭的时候 月无双便从葫芦中导出白色粉末 石峰以及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杀了一波波攻击的妖兽 其间月无双也会施展九幽阵魂印 帮助一起对敌 石峰月到半空 一剑将一只巨蟒般大的双翅黑毒蜈蚣披长两半 身体落回到魔狼上 这时月无双转过头对他说道 这里的毒兽还真是多 如果没有你的话 估计我招募的那些舞者到达这里已是死伤惨重 如果没有我你就到达不了这里 早就在鹰之森林 成为了鹰狼们的点心 石峰说 也是月无双一脸认真地点了点 随后又将葫芦口对准前方的泥潭 倒入白色粉末 做完这一切后 月无双又回转头 看向石峰 又一次对着石峰展颜一笑 谢谢你 咔嚓 突然 仿佛冰层军裂的声音 石峰看到 刚才还对着自己露出笑颜的月无双 忽然消失不见 还有他坐下那头魔狼也消失了 石峰急忙低头 看到月无双刚才所在的区域 绿色的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 深不见底的坑洞 无双 该死的石峰一声怒吼 月无双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被掳获走了 你们都还给我留在这里 石峰对着魔狼兵团的舞者大吼道 纵声朝着这个巨大的坑洞跃了下去 眼前的世界瞬间被昏暗替换 紧接着 扑 地一声 石峰感觉自己整个人坠入泥潭之中 眼前绿油油一片 这是没有被月无双药粉凝固的绿毒沼泽身底 身处沼泽身底 鼻子处一阵恶臭 如死尸腐烂的味道 就在这时 四面八方 绿色毒蝎 绿色不知名怪异毒虫 黑色毒蝴公 黑色毒蛤蟆 绿色毒蛇 一只只毒物 有认识的 也有从未听闻的 从四面八方向着石峰涌来 烧 石峰心中低喝 浑身上下燃起了熊熊的血色火焰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许多还未接近的毒物就被火焰焚烧成虚无 在那边 魔狼身上有石峰打入的符印 石峰很快感应到了魔狼的位置 向着那个方向突围冲游过去 此时一只巨大的三阶绿毒蜘蛛 在血火的焚烧下还存活 挡住了石峰的去路 石峰刺剑 身法施展 一件从绿毒蜘蛛的头颅刺入 再紧接着整个人蜘蛛的身体后方射出 身体毫不停歇 朝着感应到的魔狼所在位置冲游 杀杀杀 烧 石峰一路前行 将一路懒挡的毒兽焚烧 斩杀 终于杀到了一个巨大的岩洞口 这是一个位于泥潭底部的岩洞 石峰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发现洞口部有一道无形的静置 正是这道静置将洞与外界的泥水给隔绝 泥水才无法灌入洞中 石峰一触及这道静置 如此低劣静置根本无法阻挡石峰前行 一道印记打入 紧接着石峰便毫无阻碍地冲入了洞中 洞中一片幽暗 散发着诡异的绿光 每隔三米左右 洞顶都镶嵌着一颗绿色的奇异石头 正是这些石头发出微弱的绿色光辉 石峰此刻心忧越无双 根本无暇欣喜这里的诡异景象 一入洞中便朝着里面狂奔 而此刻石峰也从洞口的静置 以及这里的布置 了解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人为 而越无双是被人给掳获 简直是自找死路 狂奔中的石峰怒然道 第七十三章老毒物 轰 沿洞深处 一扇拦路的石门的被石峰一拳轰裂 一块块碎石下落 石峰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这是一间宽敞的石室 里面同样亮着银银绿光 地面堆满了一只只毒虫 毒蛇 毒蝎 毒蜘蛛 毒蛤蟆的尸体 散发着阵阵腐烂的恶臭 在石石的最里面 坐落着一个三米多高的炉顶 一个黑袍人正蹲在炉顶的前方 背对着石峰 而黑袍人的身旁 躺着一头庞大的魔狼 在魔狼的身上 还躺着一道白色的倩影 正是月无双 石门轰裂产生的动静 使黑袍人慢慢地转过头来 石峰看到了一张已经腐烂的面目全非 绿油油的恶心烂脸 三星舞王 石峰一眼看穿了这黑袍人的修为 看着月无双气息还在 石峰才悄然递输了一口气 再将视线转到那黑袍怪物身上 走进石室 结结结 黑袍人看到石峰 发出了一声怪笑 声音如夜宵般难听 小娃娃 你是老夫这漂亮小娇妻的小情郎吧 结结结 既然你送上门来 那等会老夫跟小美人洞房时 刚好可以玩个游戏 让你看看心爱的女人怎么在老夫的胯下愈仙愈死 又让小美人看看他小情郎那时候痛不欲生的表情 结结结 一想想老夫就兴奋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绿烂脸黑袍人说话之时 绿油油的烂脸不断战动 越发低恶心 自作孽 不可活 持风一声怒吼 一剑刺出 一道森白色剑气射出 划过虚空 刺向黑袍烂脸老头 哼 不自量力 黑袍老头不屑地冷恒一声 右手袍袍抬起 露出的近是一只黑壳的大钳子 跟长在蝎子身上的大钳子一般无二 黑袍烂脸老头伸出的黑色大钳子张开 很是随意地加向刺过来的森白色剑气 直到剑气临近之时 黑袍老头才感应到这道剑气的非同凡响 脸色大变 可此刻已经来不及 剑气划过 直接斩断了他的黑壳大钳子 喷涌出大量的黑色血液 接着继续刺入他的胸口之中 刺得他连连后退 当 直至身体撞在身后的颅顶上才止住身形 哦 黑袍老头仰头一声愤怒的嚎叫 该死 你伤到我了 伤到我了啊 疼 好疼啊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伴随着黑袍老头的怒嚎 整个时事都在剧烈地震荡起来 一缕缕沙尘从头顶上方洒落 那你就去死吧 持风施展身法闪到黑袍老头身前 面目冰冷 杀气腾腾 双手倒握亮起森白色光芒的嗜血剑 奋力刺向黑袍老头的那张烂脸 黑袍老头张开的大嘴中 突然吐出一口黑色毒物 幻化成一条细长黑蛇 身躯游动 一下子卷住了时风刺过来的剑 抵挡住了时风的攻势 紧接着黑蛇继续在剑上游动 吐着蛇性的嘴铺咬向时风的脸面 破 持风一声低喝 双手一阵手中长剑 立即将剑上的那条黑蛇给震散 紧接着头顶上方闪过一道黑影 一条如蝎子尾巴似的导钩闪烁着黑芒 紧接着燃起诡异的黑色火焰 猛然刺下 持风能清晰地感觉得出 这只导钩上隐含着的不同反响的剧毒以及力量 右脚一瞪地面 身形立即向后暴退而出 砰 导钩即向时风刚才所站立的地面 发出一声暴鸣 地面如蜘蛛网斑碎裂开来 一缕缕黑色火焰从裂缝中燃烧起来 这是带着导钩上带着剧毒的黑色火焰 旋即地面都被这黑色火焰燃烧的腐蚀开来 发出滋滋的声响 啪 又一声声响 黑袍老头的喷着黑血右臂往前一身 断守处 又重新长出了一只黑壳大钱 姐姐姐 宝贝 我的小宝贝 你又回来啦 黑袍老头伸出漆黑如墨的左手 爱怜地抚摸着那只刚长出来的黑壳大钱 恶心的绿色烂脸上竟是喜悦 紧接着他快速地抬洗头 烂脸上的那两只看着都快要掉下来的眼珠子 瞪向时风 我要用我的小宝贝 捡下你的小宝贝 让你好好尝尝欲鲜欲死的滋味 嘿嘿嘿 持风回应他的指示持剑向前 随后身形再一次冲向前方 幽冥一剑 看似很普通的一剑刺向黑袍老怪 黑袍老怪还记得时风刚才断手的一剑 此刻自然不敢再继续大意 小看时风 张开腐烂的恶心大嘴 喷吐出一口气黑气再次幻化成黑蛇 缠绕向时风手中的剑 身后燃烧黑色火焰的些微倒勾化为一道黑影 再一次轰向时风的头颅 一看就知道也带着剧毒的黑壳大前张开 加向时风的胸腹 这一次 那只漆黑的左手也跟着动了起来 冒出一团黑色的毒气 幻化成一只头颅大小的恶心黑色蝉除 咬向时风的脖颈 多重攻击 有攻有守 攻守皆备 一同迎向时风 只要时风被一道攻击击重 必然身中剧毒 时风早有防备 刚才攻击中就已差不多看透这老毒怪的手段 用命一剑一抖 顿时前方森白色剑影连连 将黑前 黑色蝉除挡下 与此同时 时风一声大喝 给我挡 眼见带着黑色火焰的些微倒勾即将击中头颅 头顶上方立即出现一团拳头大小的鲜红色血色火焰 直冲而上 比挡轰下来的黑火倒勾 时风左手捏绝影 出现道道残影 周围的空气都跟着急剧下降 体内大量的九幽名利被抽而出 凝聚掌尖 接着时风一掌推出 一道森白色掌影急了出去 迎向老毒怪嘴中喷吐出来的黑蛇 这一掌影 正是时风当初击杀海家月管家时施展的九幽绝煞影 轰 森白色掌影一掌将黑袍老毒怪嘴中吐出的黑色小蛇给集散 接着在老毒怪恶然的表情中 直接轰在老毒怪那张恶心的烂脸上 将老毒怪整个人直接轰飞 当 老毒怪整个人在一次撞在了身后的炉顶之中 发出一阵颤鸣 哦 一口黑色带着剧毒的血液 直接从老毒怪的口中喷了出来 身躯滑落向地面 创了个书有群 1486万5773喜欢本书的朋友们可以加下 第七十四章六平顶 不 不可能 我竟然败了 老毒怪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拼命摇晃着脑袋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竟然还败在了你这种小白脸的手里 老毒怪恶心的烂脸上满是不甘 如封了一般地目好道 就是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小白脸 把漂亮的女人全骗走了 把我心爱的女人也给骗走了 我曾发誓 只要我神功大成 我要杀尽你们这些小白脸 得到全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是你们 是你们这些小白脸 逼得我修炼毒工 让我把自己弄得现在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全因为你们 你们全都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啊 老毒怪狠狠地说 眼神中充满了恶毒 血色火焰此刻还停留在石峰的头顶上方 血色之中带着一点黑色 这是刚才圣火与那团黑色受火相处之时 直接将那团四阶级别的黑色火焰给吞噬 现在还在消化 当圣火从石峰的头顶直接落入到丹田位置之时 在吞噬了四阶受火后 石峰感觉到 刚才消耗的九幽名力立刻又变得充盈起来 手中持剑 朝着那老毒怪一步步走去 不 你不要杀我 你不能杀我 是你们这样的小白脸害我变得现在这样的 我不能死的啊 老毒怪见石峰持剑走来 瞳孔睁大 对着石峰拼命地摇着头 我知道错了 求你放过我 你现在可以带着你的女人走了 你不用杀死我的啊 石峰眼中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 自寻死路 自作孽不可活 一剑刺入老毒怪的脖颈之中 将这恶心的老怪物直接钉死在炉顶上 九幽名工运转 死亡之力吞噬 而老毒怪体内的血液在嗜血的吸收下 快速地干瘪了下去 紧接着石峰与嗜血剑同时光芒一闪 不同的是 石峰身上闪烁的是白光 而嗜血剑闪烁的是血色的光芒 吸收了三星五王的死亡之力后 石峰步入了五星五灵境 而嗜血在吸收了三星五王的血液后 也成功进了一阶 成了三品玄器 石峰没有停下来 念头一动 将一团拳头大小的半透明魂魄 从老毒怪的脑中抽离了出来 将一切意识抹除 只留下最纯净的灵魂 然后飘向流入月无双的眉心之中 滋养月无双的灵魂 做完这一切后 石峰将血剑从老毒怪的脖颈上抽出 细细感应了一下 嗜血的确成长到了三品玄器 有了三品玄器后 石峰今后所施展的剑技 威力更是提升了一大截 加上现在的五道修为 应该可占六星五王境 将嗜血剑放回到除雾戒指中 石峰来到月无双身旁查看 发现月无双体内正被施展了一道静置 石峰挥手间便将静置给彻底地抹去 无双 无双 石峰轻轻摇晃着月无双 嗯 在石峰的呼唤下 月无双轻盈了一声 随后睁开了醒眼朦胧的眼睛 一边揉着一眼睛 一边慢慢做起 我这是怎么了 这是哪里啊 啊 月无双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声尖叫 一把搂住了石峰的脖颈 石峰知道 他肯定是被那黑袍烂脸怪给吓到了 别怕别怕 已经没事了 石峰轻轻拍打着月无双的后背安抚到 呜呜呜 风时 真的是你吗 呜呜呜 此刻的月无双 犹如普通的小女生一般 搂着石峰的脖颈哭泣 真的是我 石峰柔声道 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恶梦 一个很吓人的梦 月无双说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不用怕了 有我在 石峰在月无双耳边继续安慰道 呜 月无双轻轻呜了一声 依旧紧紧地搂着石峰 过了一会儿后 才意识到了什么 将搂住石峰的脖颈双手慢慢松开 慢慢保持开距离 低着头 好像不敢去看石峰 好了 你起来吧 我看看这头涅序的情况 石峰对月无双说道 他说的涅序 自然是还昏死于月无双身下的那头魔狼 不 月无双也会一过来 从魔狼上翻下 开始打亮起四周的情况 石峰发现 魔狼身上也同样被施展一道静置 这道静置跟刚才月无双身上的一样 挥手之间 他便将静置彻底抹除 吼吼 魔狼立即跟着苏醒了过来 张开大嘴 露出两排锋利的獠牙大吼 列续闭嘴 别乱吼 石峰低喝 魔狼一见是石峰 立即闭上了狼嘴 庞大的身躯从地面翻身而起 咦 这个是 石峰身后 突然传来了月无双的惊呼 石峰转过身去望向月无双 月无双此刻已从惊魂中恢复过来 站在黑袍老独怪的那尊卢顶 手指轻弹卢顶 发出当当当当的声响 石峰对于那些炼丹炼器的卢顶没有涉及过 但是知道月无双是一名药师 对于这些东西肯定不一样 这只卢顶高约三米 三格顶角 从上到下都是黄色 上面雕刻着一些鸟兽图案 六品踪迹 月无双突然惊呼到 随后转过头 一脸齐带的看向石峰 意思很明显 石峰也没有想到 那个老独怪竟然藏了这么一个宝贝 六品踪迹 估计这整个冬域 都没有几个数炼师可以炼制出来 听说这种炼顶炼制是异常的复杂 炼的同时还要不入阵法 符印 稀缺材料 就是很多七阶尊级数炼师 都无法炼制出这六品的炼顶 石峰对他笑了笑 说道 喜欢就收下吧 月无双等的就是石峰这句话 听石峰这么一笑 嬉笑道 那就谢谢你了 说完后 月无双立即将这炼顶收起 收入储物界中 在月无双收取的时候 石峰发现 自己刚黑跑老独怪定死的时候 曾在这炼顶上辞了一剑 刚才月无双收取时 他发现 那个剑洞已经消失了 很多低品炼顶之所以容易被炼坏 那是承受不住数炼师 常年累月的火焰烘烤 而真正的高接近炼顶 炼制他的数炼师 都会融入一种叫复原金的 稀有金属 而融入了这种金属所炼制的器物 才拥有复原属性 这件六品炼顶想必就是如此 第七十五章 沉默 绿毒沼泽 十四名魔狼拥兵团的 武者格格身上带血 还在继续等待 石峰才离开的短短半个时辰 此刻他们的周围地面 已是满满毒虫 毒兽的尸体 而有三名武者也在 毒兽的攻击中受了重伤 两头魔狼趴在地面已是无声无息 看来已经死亡 天狼大哥 你说那小子去了那么久了 会不会已经死了 一名武者望着石峰离去的生动 对孤狼说道 我倒希望他死了 那我们都可以解脱了 不过那小子伸手不简单 我看恐怕没那么简单就死 天狼说道 哎 那武者叹息了一声 说道 原本这个时候 我已经在妖兽城的风月楼喝茶 品些糕点 然后再叫上风月楼的几个姑娘 快活快活 没想到竟然沦落到这个鬼地步 你们说贺轩好好地惹上这个煞心干嘛啊 贺轩死了 以后妖兽城我们是肯定回不去了 大家以后都有什么打算 又有一名武者开口说道 还谈什么打算啊 先在这鬼地步活下去再说吧 再说了 就算我们在这鬼地方活下去了 那也要看那啥心放不放过我们了 你们都看到他修炼的邪门功法了吧 那是吸收生灵的血液 提升他的修为 估计我们最终也是残难厄运了 哎 早知道这样 老子那天就装伤 就不他娘的跟贺轩烫这趟混水了 就在这些武者谈论之际 突然一道庞大的黑影 从身旁的身动中窜出 每个人连忙戒备 转向那道黑影 除了那三名重伤的武者外 其他人的攻击叙事待发 怎么 这么快就要开始反叛了 每个人的耳中 突然响起了十风冷冷的声音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看到刚才从身动中窜出的原来是那头三街魔狼 以及凌然站在魔狼上背上的十风跟月无双 一个个收起了手中的武器 怎么 看到我没死 你们一个个很失望吧 持风冷然道 一个个沉默不语 看到这煞心没死 心里确实极其失望 继续前进 持风下令 持风一声令下 一行人又开始出发了 三名武者在涂抹了月无双给他们的药粉 在吞服了药液后 伤势正在逐渐地恢复当中 而有三名武者也将他们魔狼让出来 给了这三名受伤的同伴 而十风也跟原先一样 站立魔狼之上 与月无双骑程的魔狼在人群最前方并行 而月无双又开始每个一段路 便向着绿色沼泽中倒入白色粉末 凝固沼泽可通行 月无双在刚才自己的眼皮底下被掳惑后 十风也变得了更加谨慎 谁知道这个鬼地方 还有没有住着那样的变态老怪物 当一群黑毒苍蝇被血色活海给焚烧成灰之时 一群人终于走出了那片绿毒沼泽 每个人都微微地说了一口气 终于走出了这个鬼地方 恶心的毒虫 毒兽 腐烂刺鼻的绿色毒液 再待下去 自己整个人都要带毒了 走出了绿毒沼泽 周围还是弥漫着绿色毒物的原始森林 不过一进入这个地方 众人明显感觉到气温都开始上升了 一股炽热的气息从前方传来 十风开口对月无双说道 前方应该就是火焰领地了 你要找的火龙草应该就在这附近 嗯 月无双开心地对十风点了点头 这火龙草有什么特征 十风问道 通体火红 看上去就如同一簇龙形火焰在燃烧 月无双说 十风回转过身 对着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说道 天狼姑狼 你们两人各带六人 分成两队寻找火龙草 火龙草通体火红 仿佛一簇龙形火焰在燃烧 如果找到 以魔狼火焰吐天作为信号 凡见到魔狼火焰吐天 所有人敢过去会合 以这个为信号的话 十风也可以以这种剑道方式在召集他们 两名九星武林巅峰带领 这样的话 只要不遇到四阶王及妖兽 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伤亡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都离去 十风转过头对月无双道 你的灵魂之力应该离四阶已经不远了 已在三阶巅峰 回复四阶已经不远 这还是多亏了你 一路上将魂魄全让给了我 要是我自己的话 又要花促年苦功 月无双笑着说 如今他面对十风 笑容已经更加频繁 秦如凡为何只教你要到 以及九幽功法中的灵魂修炼术 而没教你其他任何攻击手段 十风问出了心中疑问 月无双舞蹈修为虽然是武师境界 不过所修舞蹈也不是出自九幽一脉 师父那也是为了我好 听到十风问这个问题 月无双原本开心的翘脸 变得有些落寞 师父他 怕我日后做傻事 只想我跟着他成为一名药师 好好地活下去 听到月无双这话 十风似乎有些明白了什么 可你呢 十风问 简单的三个字 月无双似乎明白十风要问的是什么 双拳紧握 郊区青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幕 我的父母 最溺爱我的哥哥 他们躺在血泊之中 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至今无法忘记 他们临死前那一刻的痛苦表情 那一刻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 我的族人 两千多条人命 全被屠戳殆尽 就是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 这仇 我怎么能忘记 怎么放得下 月无双越说变得越激动起来 那就杀 持风冷冷喝出 不行的 月无双努力低摇着头 让自己激动愤怒的心平静下来 不行的 那股势力太强了 那是天恒大陆的一座庞然大物 月无双变得有些颓丧 有些武力 拿股势力 持风问道 唉 月无双悠悠叹了一口气 随后慢慢地转过头 再次看向持风 开口道 如果有一天我去报仇 你会陪我去吗 十年之内 我必将步入九星五地境 到时候不管天上地下 我都替你杀进去 第七十六章火龙草 十年之内 我必会步入九星五地境 到时候不管天上地下 我都替你杀进去 持风一脸认真地说道 月无双看着持风那张认真清秀的脸庞 听着他说的话 突然被持风的话给感染了 他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后 一个高大的身影 长发乱舞 威风凛凛 一人一见 上天入地 大杀四方 鲜血染红了半边天空 当月无双回过神来的时候 又重新看到了这张稚嫩清秀的脸 唯唯一笑 唯唯摇了摇头 对着持风开口说道 那么师姐就等你步入五地巅峰 沾沾你这个小师弟的光 到时候你可不能不理我这个师姐了哦 不知怎么的 月无双听到持风刚才的承诺 虽然知道那个承诺虚无缥缈 不切实际 天恒大陆舞者亿亿万 成就五地巅峰的能有几人 不过月无双的心情还是好了很多 持风自然也知道月无双没把自己这句话放在心里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过自己既然给了他承诺 就会去兑现 两人两头魔狼 就在这个弥漫着绿雾的森林中 开始寻找火龙草 小师弟 等找到火龙草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沉寂了一会后 月无双又开口说道 哦 什么秘密 持风好奇地问道 都说了 等找到的时候再告诉你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月无双笑容中带着神秘 说道 等等 有动静 突然 持风隐隐约约间听到了若有若无的说话声 前面方向挤人 听了一会儿后 持风断定道 他们两个与魔狼拥兵团分成了三个方向寻找 所以从前面方向传过来的隐约说话声 不太可能是魔狼拥兵团的人 我们过去看看 月无双小声道 持风点了点头 两人默契地从魔狼上月下 悄悄地往前方走去 越往前走 说话声音越是清晰 哈哈哈哈 风兄不愧是四阶数炼狮 这灵魂攻击之术神鬼莫测 让人防不胜防 风兄数道无双 不愧为我们云来帝国境内的第一数炼狮啊 呵呵 两位过奖了 这第一数炼狮在下还是不敢当的 听说皇城的秦淮清 在四阶巅峰徘徊数十年 最近已经开始闭关冲击数到五阶了 哎 秦淮清那的老顽固怎么能够跟风兄相提并论 风兄三十岁时就不入数到四阶 秦淮清当年五十岁才不入 比风兄足足差了二十岁 不过是趁着活的岁数涨了点而已 如今七十岁 还不是在四阶徘徊 以风兄的数到天赋 等风兄到了他这个年龄 估计整个冬域都无人能与风兄相比了 十丰与岳无双悄然接近 隐藏在一个草丛后方 以十丰的隐藏身法 要避过这些人的感应只不过是轻而易举 不过十丰还发现 岳无双学有一种能隐藏人体气息的玄妙秘术 这种秘术施展 只要不用眼睛去看 就连现在的十丰都感应不到身边他的存在 岳无双见十丰望向他 对十丰笑了笑 好像在炫耀他秘术的神奇 这倒免去了十丰对他的担忧 两人又默契地把目光投向前方 视线透过草丛 大约距离十米楚 两人看到了三个中年男子 三人年龄相仿 大约在三十七八岁左右 一人身穿蓝色衣衫 样子温文儒雅 双手抱胸 怀中抱着衣柄插在剑鞘中的长剑 另一人身穿金色蟒龙袍 眉宇间透露着贵族的气质 一看就是身份不凡 还有一人身穿一身白袍 一脸的高傲 十丰从他右肩的勋章中 以及他身上的衣袍 看出了他的身份 天丰宗树脸师 此人的穿着急勋章 与十丰当初急杀的天丰宗树脸师 明安差不多 虽略为有些不同 但也相差不大 而在这三人 此刻正围着一颗火焰般的药草 一尺多高 通体火红 看上去如同龙形火焰在燃烧 正是月无双进这妖兽山外寻找的火龙草 真是冤家路站啊 池锋以灵魂之力与月无双沟通道 怎么 你认识他们 月无双问道 跟其中一个人的宗门有点仇怨而已 池锋说 现在怎么办 这火龙草被他们发现了 不自觉间 月无双将石锋当成了这火人的领袖 差不多忘了自己才是这次寻要的发起人 等等 先不及 石锋说道 真没想到 我们此次进山 竟然在这种发现了五品皇级药材火龙草 那个天丰宗的树链 失望着身旁的火龙草 有些欣喜地说道 这估计正是老天怕我们旅途无聊 想让风兄你展现下独步无双的树道 那名穿着金色莽龙袍的中年男子也跟着笑说道 这火龙草药到黄昏十分药性才最强 现在我们还需再等几个时辰 此药虽然是五品 看上去猛烈 其实药性温和 我身上正好有几位相匹配的灵药 勉强倒也可以炼制了 到时候我就在这将这火龙草给炼了 不出意外的话 可炼制出三枚五品出街火龙丹 刚好可以助两位兄弟增强修为 不 风兄竟然可以以四阶之敬恋制出五品丹药 不愧为我云来帝国第一树恋天才 跟着风兄 那我们真是有福了 看上去温文儒雅 蓝色衣衫的中年人说 树恋师就是如此 就算五王尽强者 不管是否身份尊贵 不管是否全是滔天 见到了四阶王尽树恋师 也满是恭维 想方设法博取树恋师的好感 更何况整个云来帝国就只有两名四阶树恋师 其中一人正是他们身边的这个出自天风宗的男子 估计五王强者见了他 也会如此 那三个人 一个三星武王 一个四星武王 还有一名四阶树恋师 这样 等着信封的开始炼制火龙草的时候 炼制到一半时 你对他施展九幽阵魂印 阵他魂魄 让他走火入魔 好 剩下两人交给我 尺丰再次向月无双传达意念说 好 听你的 月无双回到 初恋师恋至之时 最即打扰 更何况对其施展的还是九幽阵魂印 心则让他灵魂受损 重则走火入魔 更重则直接魂飞破散 时间一分一秒滴过去 那边的三人在开始等待 尺丰这边的两人也开始等待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色开始渐渐变得昏暗了下来 而那火龙草 烧得越发必通红旺盛起来 就是现在了 那名天风宗的树炼师突然开口道 第七十七章费四阶树炼师 就是现在了 那名天风宗的树炼师突然开口道 念头一动 旋即以灵魂之力将火龙草从地面抽离而出 悬浮虚空 轰 一座三米多的高金黄色炼顶被他从储物戒指中拿出 轰在地面 紧接着便看他双手结印 不断变换 空气中残影连连 一道道玄奥的绝印打在炼顶 哐当 突然间 盖在炼顶上的炼盖冲天飞起 炼中燃起了熊熊烈焰 仿佛火龙翻滚要从炉中奔腾出来 紧接着 一株株药材被他在从储物戒指中拿出 一头向炼顶 便被火焰卷起 卷入进去 去 一声低喝 那株悬浮虚空的火龙草也飞向炼顶 落入炼顶的火海之中 框 飞在上方的炼盖重重地盖了下去 将一出的火焰全部盖回到炼顶之中 就在这一刻 炼顶内仿佛能量蓄乱 开始猛烈地震颤起来 手印越截越快 框框框框 中年男子围绕着炼顶 手心浮现一道树炼符纹 在炼顶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各急了一掌 本来阵战的炼顶立即稳定下来 一切一气呵成 做完了这些后 中年男子将灵魂之力投入到炼顶之中 这才开始了真正的炼丹 针对美珠药材的特性 以灵魂之力操纵炼顶内的火焰 每道火焰包裹一株药材 强若分明 进行燃烧提炼 就是现在 持风以灵魂之力向月无双传递信息 月无双施展一道灵魂攻击 九幽阵魂印 无声无息 悄然之间向着正在炼制的 那名天风宗树炼施震了过去 啊 天风宗那名中年男子 灵魂之力全集中在了炼顶之内 正在防备罪弱之时 九幽阵魂印 站入脑海灵魂之中 突然面目猙獰 犹如风了一般仰天大吼 持风望向月无双 见月无双面色惨白 身体贪软 蹲坐在地 不断地喘着粗气 针对一名有着四阶灵魂之力的四阶数炼施 全力之下施展九幽阵魂印 月无双的灵魂也跟着有些虚脱 干得不错 持风对月无双笑了笑 竖起了大拇指 接下来就看我了 风兄 怎么回事 守护在天风宗那名男子身旁的两人 见他突然发生异状 也跟着脸色大变 连忙过去查看 框框框框框框 原本平稳下来的颅顶 在失去了控制下 能量蓄乱 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不好 保护风兄那名身穿金色蟒龙炮的男子大吼 接着立马抱起天风宗男子 与那阑山男子一同朝着远处飞顿 轰 一声暴鸣 看天动地 那的金黄色的炉顶瞬间爆炸 狂暴的烈焰席卷四方 仿佛洪荒凶兽 吞噬一切 就连相隔十多米的石峰 身上也燃起了血色火焰 暴住月无双 两人一同变成了血色火人 抵挡那席卷过来的狂暴烈焰 爆炸过后 方圆五十米之内 已经变得满目全非 一片狼藉 特别是刚才的爆炸的 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大型坑洞 石峰将血火火焰导卷回自己的体内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冲过来两道黑影 落在了石峰两人的前方 石峰与月无双隐藏的草丛 早已在爆炸中被毁灭成了虚无 身形已经彻底曝露 那两人正是刚才的金袍中年男子 宇兰山中年男子 此刻两人满脸黑灰 衣衫破碎 就如同没要中爬出的乞丐一般 完全没有了先前看到的那种气势 看上去很是狼狈 而在金袍男子单手还抱着那名天风宗的树脸师 此刻已是昏迷不醒 模样跟那两人比起来也好不到哪里 石峰跟月无双 在圣火的保护下 衣衫依旧光鲜 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干的好事 你们不得好死 金袍男子望着石峰与月无双 恶狠狠地说道 与此同时 右手承爪 亮起金光的光芒 直抓石峰的脑袋 哼 石峰一声冷哼 左拳亮起森白色的光 幽冥一拳 一拳轰出 喷 拳爪相及 金袍男子只觉一股强大阴寒的力量从掌尖传来 紧接着传遍全身 身躯顿时倒飞了出去 直到飞出四五米远 才与怀中的天风宗男子一同 重重地砸落在地 轰 不自量力 持风不屑地冷横了一声 蹲着的身躯 这才从地面缓缓地站起身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持风一拳轰飞那个金袍男子 阑珊男子也跟着脸色大变 不敢轻举妄动 此人年纪轻轻 竟有如此武道修为 那金袍男子的武道修为他很清楚 五王三星 跟自己仅仅只差一星 你敢还手 那金袍男子将压在身上的 天风宗男子推向一边 从地面翻身而起 模样变得了更加狼狈 大声咆哮道 我金鹍王府面临满门 咳咳 咳咳 突然之间 两声剧烈的咳嗽 从金袍男子的脚狂传出 那名天风宗的男子行转过来 就好像犯了心脏病一般 颤抖着身躯 往嘴里塞着丹药 风兄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见天风宗男子醒来 金袍男子立即将目光转向他 蹲下身问道 在金袍男子的搀扶下 天风宗男子坐起上半身 伸出右手 颤颤抖抖地指向时风雨月无霜 咬着牙 面目凶狠地颤声道 给 给我废了 他们 八 皮 抽 金 风兄 放心 我一定替你报仇 金袍男子满脸坚定地喝道 随后回转过头 冲着前方身穿阑山的男子又是一声大喝 李留心 你还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出手 石峰听到那声冷哼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望向那名身穿阑山 叫李留心的中年男子 李留心看着石峰 依旧没有出手 仿佛没听到那金袍男子的大喝 悠悠开口道 我记起来了 你正是这段时间 天风宗通气的那个少年 听到他的话后 石峰脸上的冷笑更慎 血色常见出现手中 说道 不用再废话了 你们两个一起出手吧 老子还要赶时间 语气霸道 狂妄 仿佛根本没将两名武王强者放在眼里 第七十八章真的废了 呵呵 李留心听了石峰的话后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不是天风宗的人 我不想与你为敌 李留心 你 身后的金袍男子听到了李留心的话后 再次怒吼 如发了狂一般 不就是一个小杂种而已 难道你还怕你我联手还不敌 李留心回过头去 望向那金袍男子 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会出手 听了李留心的话 那摊坐在地 颤抖着身躯的天风宗那人 气得身躯颤抖地更加厉害 沐声道 李留心 这几日你跟着我吹嘘拍马 我给你吃了不少丹药 早知如此 这些丹药我还不如拿去喂狗 咳咳咳咳 由于太激动 这姓风的又猛地咳嗽起来 如果你今日不出手 今后就是我天风宗的敌人 风兄李留心摇了摇头 依旧那一副淡然的神色 说你给的那些丹药 我吃都吃了 你现在还说这种话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你如今都已经成了废物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 身份尊贵的四街数脸师了 我想你自己心里比我更明白 就是回天风宗 你也不是以前的那的你了 你 扑 天风宗那人听了李留心的这一番话 直接气得一口血从喉咙中喷涌而出 持风雨月无双也跟着一脸错愕 两人相互地看了对方一眼 这事情 发展的方向已经出乎自己意料了 李留心 那金袍男子怒吼道 你住我金鹏王府的那几天 我每天美酒佳肴 山珍海味地位你 难道真喂狗了吗 等等 那金袍男子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从李留心身上转到了天风宗那人 风兄 你已经废了 扑 天风宗男子见到金袍男子的变化 以及他的问话 气得在一口血从嘴中喷出 这一次直接昏死了过去 金袍男子脸色怪异地将目光头回到李留心的脸上 问道 他真的废了 废了 李留心唯唯点了一下头 额 金袍男子一脸错了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就在此时 由于刚才爆炸的动静太大 魔狼拥兵团的人一个个赶了过来 见到石峰 一个个站在石峰身后不远处 金袍男子只是随意地扫了眼那些人跟那些魔狼 最后将目光聚集在石峰身上 说道李留心你说了你不会出手 不会 李留心很肯定地说 那好 金袍男子点了点头 这小杂种年纪轻轻 就由于我比肩之力 想必身上肯定有大秘密 只要废了他 再施加点酷刑 这些秘密都将归我金鹏王府所有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石峰面目冰冷 石剑向金袍男子走去 秋的猖狂 金袍男子一声大吼 大惊 立 天空之中 突然响起一声立笑 金色的光辉从天空中洒下 一只金色大雕出现虚空 金光闪闪 微风凛凛 双翅大展 盘旋飞行 体内有一丝上股神兽大狂血脉 还好只是直幼兽 才在四街中袭 持风仰望虚空 望向那只金色大雕低南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金袍男子仰天大笑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意气风发 腰板挺直 透露出了上位者的气势 仿佛一切已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天空的金色大雕 斩着双翅降临而下 整片森林顿时间狂风呼啸 就连那些刚又弥漫过来的绿色毒雾都被吹散 哈哈哈哈哈哈 金袍男子继续大笑 脚下移动 身体冲向虚空 一脚之力直至冲上了七八米才开始下落 就在这时 金色大雕刚好飞到了他的身下 接住了他下落的身躯 右手一翻 一件崭新的金色莽龙出现在他的手中 随即被他换上 随后又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杆金色长枪 握在手中 如同主宰人生死的亡者一般 指向下方的石峰 露出一副慵懒的模样 开口说道 小杂种 立即给我下跪 交出你的全部秘密 令我满意的话 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 石峰懒得跟他废话 回应他的 一剑横斩而出 一道森白色半月形剑气展向虚空 杀相大雕 不是好歹 那就等着被分尸吧 金袍男子一声大喝 金色长枪上亮起耀眼的金光 斜刺而下 猛的刺向展来的半月形剑气 这时 他身下的大雕也开始扇动着翅膀 金光闪耀 一支支金色毛雨被他扇下 如有成百上千柄金色利刃 密密麻麻挥洒而下 要将石峰的身体切割地之力破碎 而石峰斩出的那道森白色剑气 早被金色毛雨的冲击下 变得差不多溃散 而在金色长枪的刺激 一枪泯灭 给我全部裂了 石峰一声大喝 紧接着身上燃起血红色火焰 眨眼变成血色火海 向着虚空席卷 一下便将挥洒而下的金色毛雨给淹没 不 不 不 虚空中 那金袍男子见金色毛雨被血色火焰给淹没 他能从血色火海中感应出 那些金色毛雨开始融化 这些毛雨与长在身上的其他毛雨不同 这才是金色大雕身上最宝贵 最锋利 最坚硬的武器 这一招是他作为四阶中旗妖兽最强的杀手锏 这只金色大雕从小在他金棚王府饲养 养了十几年 身上的这些金色毛雨就长了那么多 刚才全部挥洒下去 被血色火海一下子给烧了 不知道又要多少年才能再长出来 狗咋种 你不得好死啊 金袍男子怒声咆哮 我要将你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喂狗 我要诛你九族 免你满门 让你全家断死绝孙 啊啊啊啊 杀 金袍男子大声咆哮着 额头清金暴胀 面目猙獰凶狠 身下金雕向着下方火海俯冲而下 金色长枪上再一次金光闪耀 一枪猛烈刺下 刺出一道粗大的金色枪盲中 一只金色大棚的虚影若隐线 扑向血色火海之中 第七十九章白眼狼 那个人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吧 是我们云莱帝国金棚王府的小王爷精灵吧 望着虚空看中漫天的血色火海 摩朗拥兵团的一名舞者对身旁的人说道 此刻金袍男子以及他身下的金雕 向着下方的血色火海中冲沙 一边俯冲下落 一边金色大雕用力地扇着庞大的金色双齿 顿时间狂风呼啸 向着下方空气中燃烧的血色火海呼啸而去 要将火海吹灭 可是血色火海在狂风的呼啸下 看上去却感觉越烧越旺 继续向着无尽的虚空蔓延 转眼便将金雕以及他背上的精灵淹没 没错 是他 我还记得他以前来过妖兽城 团长还亲自接待过他 他可是三星雾王的境界 没想到这魔鬼竟然跟他对上了 你们说他能打败三星雾王的精灵的吗 又有人开口道 魔狼拥兵团这些舞者是后来才赶过来 自然没有看到精灵先前被石锋一拳打飞 三星雾王强者 加一头四接中奇妖兽 相当于人类五星雾王 魔鬼如果连这样的对手都能打败 那也太逆天了吧 很明显 他们不看好石锋 你们看 那个人是 突然有人惊呼 用手指向战场不用远处的地面 哪里躺着一个衣服破烂 身上有不少血迹 捧头污垢 看上去犹如乞丐般的中年男子 只是这个男子此刻昏死在那 生死不知 这个人是 不会是那个人吧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身边的人道 嘶 身边的人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又望向别人说 应该不是吧 太逆天 简直太逆天 这魔鬼果然是魔鬼 这天底下 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啊 云来帝国境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犹如神话般的传奇人物 在云来帝国 就是皇帝都要尽他三分 他想要一个人死 想要一座城市毁灭 想要看到血流成河 只需他张口一句话 就会有无粗人愿意为他去做 只为博取他的好感 魔狼拥兵团的人 他们难以置信 这个现在看上去跟乞丐差不多 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人 是尊贵的那位 其实你们不用怀疑 你们看到的这人就是他 天风宗寺接树炼师风云霄 忽然一道陌生的声音 在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耳边响起 大家寻着声音回过头去 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衣衫 双手抱着一柄长剑的男子出现在他们的中间 他们刚才的注意力都被战斗 以及躺在地面的那位吸引 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中间的 李刘欣此刻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蓝衫 披肩的黑发跟脸面也好像梳洗过 重新一副温文儒雅的模样 双手抱着一柄未出窍的剑 好像跟这些佣兵团的舞者很熟的模样 指着虚空中的血色火海说道 你们是那个少年的朋友吧 他很厉害啊 什么人都敢打 什么事都敢做 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风云霄就是被他搞成这样的 嘶嘶嘶嘶嘶嘶 顿时间 想起了一口口倒吸凉气的声音 果然没错啊 果然是这魔鬼干的 他这简直要逆天了啊 这位大哥 您可说笑了 我们怎么会是他的朋友啊 我们只不过中了他的秘术 受他操纵了 说起来我们也跟风大师一样 是受害者 有一位舞者连忙开口向李流星解释道 开玩笑 跟他是朋友 要是被天风宗也误以为是这样 那可是不管云莱帝国多大 再也没有他们的藏身之所了啊 不 原来你们只是他的俘虏啊 李流星一脸明白了的样子说 是的 是的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连忙一一点头回道 这个虽然不好听 但也总比是他的朋友要好啊 这位大哥 你又是谁啊 帮哪边的 有舞者开口问李流星道 哦 我啊 我原本是跟精灵还有风云霄一起进山的 还别说 这风云霄的树道还真是厉害 身上带着的丹药也都是精品 一路上我们可谓是把丹药当着糖吃过来的 只是可惜啊 一代天才树脸师 就这么给废掉了 李流星说到最后的时候 万喜地摇了摇头 这样啊 既然这样 你现在应该上去帮助精灵小王爷 替风大师报仇血恨才对啊 有舞者听了李流星的话后 问出了心中疑问 当然了 如果有人上去帮助精灵 那精灵也多一分胜算 他们也多一分逃出那魔鬼掌控的希望 只见李流星只是摇了摇头 依旧那副叹席的口吻说道 风云消费都已经费了 只是一个费人而已 我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 风云消说这话的时候 好像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模样 魔狼拥兵团的舞者们一听他这话 看向他的眼神立即就变了 有人开始对身边的人小声嘀咕道 原来是一个白眼狼 风大师辉煌之时 跟随着风大师前前后后溜须拍马 是他担要 现在人家落魄了 以前给他的好处就全忘了 嗯嗯 这种人最不讲义气了 风大师竟然结识了这种人 真是可悲 如果我是风大师 知道认识的竟然是这种人 肯定会气得吐血昏过去 他们来得晚 自然没心看到风云消当时气昏过去的场景 这句话一出 不少人望去风云消 看到他身上的血迹 猛然惊醒 顿时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一语惊醒梦中人 事情的发展果然是如此 咳咳咳咳 李流星看到这么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看自己时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说道 其实 风云消是被精灵气得吐血 在昏过去的 李流星的这句话虽然也是实话 但是魔狼拥兵团舞者们的眼神告诉他 他们明显不幸 人家金鹏王府小王爷金鹏 正冒着生命危险为风大师报仇 与恶魔在搏斗 不像某个人现在站在这里观看 一副事不关已的模样 还竟说些风凉话 第八十章残花剑 咳咳咳咳 李流星又猛地咳嗽了两声 我还记得 刚才有位兄弟问我是谁的 看李流星现在模样 明显是想转移话题 他想转移话题了 有人低声道 咳咳 身边的人点头 李流星的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意 转过身微微仰起头 将脸全方面地展露在十四名舞者前 说难道诸位 还没看出我是谁吗 这是 这人是 这人是谁啊 李见过他吗 听他说这话 看他这样子 好像有什么大来头 有人低声问身边的人 没有 没见过 但是跟在风大师身边混吃片单的人 应该也是有人大来头吧 也对 李流星望着这些魔狼拥兵团的舞者 脸上冷酷的笑意更甚 再次唯唯养了些头颅 审声道 蚕花剑 李流星 话音刚落 李流星身上突然飘舞起了漫天花瓣 有粉的 黄的 紫的 绿的 白的 红的 青的 蓝的 各式各样的花瓣 不过一朵朵花瓣都不完整 都有一道道细小的缺口 正符合了蚕花的意境 而李流星的长发跟蓝色衣衫 也随着漫天花瓣 无风滋舞起来 潇洒自然 双手更加紧了紧怀中的长剑 李流星嘴角的笑意仿佛在跟眼前的人们诉说 这下该知道 你们面前站着人的是哪位了吧 随之 李流星的嘴中还滴吟上了一首诗 万花从中过 天也不沾身 蚕花剑 李流星 这人是谁啊 你听说过吗 没有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啊 你们呢 没啊 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啊 好像并不出名 别理他了 不就个跟着风大师混吃片单的家伙 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 呼 一道凉风吹过 漫天蚕花消散 只留得李流星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哪里 是的 此刻的李流星感觉到了异常的孤独 你们都在这里 突然间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魔狼拥兵团十四名舞者的身后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 每名舞者的身躯跟着剧烈一阵 连忙回转过身 对着来人单膝跪地贺道 属下拜见团长 拜见副团长 来人正是魔狼拥兵团团长 三星五王镜的强者贺龙 身旁站着的人 正是魔狼拥兵团副团长为函 两人身后 三十一名其招魔狼的舞者 手持刀剑 一脸肃杀 看着都隐隐感觉到有杀气流露 这三十一人 正是贺龙麾下 魔狼拥兵团中的精锐中的精锐 跟随贺龙出生入死多年 每个人的舞蹈修为都在舞灵境 而每人身下坐着的都是高大的三金魔狼 妖兽城的人都知道 贺龙麾下有魔狼三十三旗 贺龙带领着他们 这么多年来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妖兽城中不少人听闻魔狼三十三而闻风丧胆 魔狼三十三旗 除了那三十一人外 剩下的两人 自然是为寒派人保护贺轩敬山的天狼与孤狼 贺龙身材高大魁梧 大约一米九之高 身穿黑色武士静装 留着光头 长相凶恶 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倒倒刀疤 仿佛一条条蚯蚓在脸上爬动 贺龙一脸冰朗 扫了眼这十四名舞者后 又扫了他们身后站着的李流星 脸色为变 他没有想到 这里竟然有葛四星舞王强者 舞道修为还在自己之上 随后贺龙又看到不远处的白衣女子 星道这人估计就是路上为寒跟他提到的 天下第一要师情如凡弟子 月无双 而这蓝山男子 估计就是月无双的护卫 将这些心思收起 贺龙沉声问十四名舞者道 你们少团长了 此话一出 十四名魔狼拥兵团舞者心中一惊 最后还是孤狼开口道 禀报团长 少团长他 被人杀了 什么 贺龙双目一争 模样变得了更加猙獰 直接走上去抓住孤狼的衣领 将孤狼整个人从地面提起 幕后道 被杀了 被谁杀了 你们都是干什么死的 我儿子都死了 你们还活着干什么 轰 突然间不愿处发出一声暴鸣 漫天的血色火海散去 一道庞大的金色身影砸在地面 正是金鹏王府小王爷精灵坐下的金雕 刚才的轰鸣也正是他与地面相处 爆发而出 而在金雕的上方 一名手持血剑的少年正往下落 少年一手持着血剑 另一只手 抓着一个人的脸面 那人浑身一片焦黑 双腿已经消失不见 驰风落下 一只脚踏在金雕的脖颈 另一个脚踩在金雕的头颅上 这是金鹏王府的小王爷 精灵 见到那一幕 贺龙脸色大变 惊呼道 团长 你看那个人 贺龙身旁的围寒 只向石锋不远处 那个躺着的人说道 这人是 天风宗寺接树恋师 风云霄 贺龙跟先前的魔狼拥兵团舞者一样 倒吸了一口凉气 团长 就是他 就是他杀了少团长 而且风云霄大师也是他伤的 有魔狼拥兵团的舞者 连忙只向石锋对贺龙说道 是他 贺龙双目为咪 眼中杀气流露 团长 此人刚经历了一场激烈战斗 我能感觉得出他体内原力以所剩无几 现在正是杀他的最好时刻 维寒建议道 嗯 贺龙点头 将手中的孤狼随手一抛 抛向一旁的地面 随之对着维寒大喝道 维寒 你我一同出手 废了这小畜生的手脚 打破他的丹田 带回总部泡在盐水缸里 是 为寒缠声贺道 旋即施展山法 与贺龙依同朝着石锋那一边飞奔而去 你敢断我双腿 伤我精雕 你这是与我金鹏王府为敌 与整个云来帝国为敌 你一定不得好死 一定不得好死的 被石锋抓在手中的精灵大声咆哮道 犹如一头发了狂的断腿野兽一般 小子 你竟然如此挥霍我的力量战斗 浪费 太浪费了 我的力量已经被你消耗一空了 石锋体内的圣火开始抗疫道 石锋释放出的血色火海虽然强大 但是力量的消耗也是巨大